主委知事主委居士大众早安 我们今天要进入这个十回相品的最后一个回相 这个十回相 它是依前面的行而起愿 所以我们前面的修行 修到功德圆满了之后 就要把所行的这一切的功德效应 能够回向 做正确的回向 那回向有十个层次 从第一 我们从原念一切众生 就是有对象的回向 这个众生不只是有缘的 还有包括无缘 所以叫做一切众生 但是回向给一切众生 又不能够执着 我在回向众生 所以要远离一切众生向 那慢慢的 我们的善根就具足 所以第二个叫做不坏善根 就是我们在修行 依据的一种善根 有深有浅 有的人善根深厚 不管遇到任何的挫折 他都很清楚知道自己的修行的动机 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修行动机 有些人是为了某一种目的来修行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会产生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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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状况 那我们要知道 这个修行啊 发心是自己的发心 可是有时候呢 我们是因为什么来发心 就别人讲嘛 好像修行不错 大家修行就越修越好 所以升起了自己的想要学习的心情 那但是问题是如果呢 我们是靠别人的劝发 或者别人的引导 那遇到了挫折 或者是一些障碍呢 就会没有办法继续 我们有一个居士 他在医院当护士 那他有一个好的 那个善知识 就是他的老师 教授 就学佛 就非常积极的教他念经 尤其要念华严经 他讲了一年两年啊 哎呀 他也觉得很好 可是他都没有办法 就是很忙嘛 那最主要就是 没有那个动力 结果后来呢 那个教授啊 就在就看啊 诶明明很需要诵经 可是却诵不了经 那这时候我们佛教徒 很热心就会怎样 啊没关系 那我送你一部经 送礼物 那经典都放在自己的家里 每天看着 然后呢 那个教授三不五十 又会问说 啊你念的没啊 所以呢 他就有一点 勉为其难的 好了好了 我要念了 那念了三卷之后呢 马上就业障献签 这个工作啊 除了疲漏 而且还被当场抓包 那他的主管呢 非常生气 他说啊 以前没念经前 出疲漏都不会被抓包 念了经啊 怎么一出疲漏就被抓包了 而且还很严重 那他想 这个念经不太好 所以呢 他就停工 一停工就好了 没事的 所以呢 他就更相信说 哦 这个念经 就业障献钱 这时候这个教授又跑来了 就问他 你念的怎么样啊 他说哎我念经啊 一下子就有了障碍啊 结果这个教授跟他说 哎呀有障碍是正常 不要怕 这个好事 小业障 对一般人来讲 我没念都没有业障 念了就有业障 他叫我小业障 那这 就是他就很为难 但是因为这个教授呢 又一直强力的 一直说服他 鼓励他 所以他又勉勉强强 又开始念 就念到了第七卷 哎 又第二个大业障来了 生了一场大病 这样 过年前生大病 生到现在还没好 他说 你看这个念经 真的不是普通人 那他在心里面烦恼的时候啊 要不要继续下去 又不知道怎么面对那个教授 对不对 好 那结果就去看了 中医啊 哇 他就跟那个中医师讲 哎 我怎么生病 因为我最近念经啊 结果这中医啊 就跟他讲 哎呦 你怎么敢念这部经 这样 哇 哎呦 你怎么敢念这部经 他还吓了一大跳 他说 什么意思 他从来没有念过经 一念就念了华严经 那这个中医师也是学佛 他说 这部经不是普通人能念的 结果呢 他这个普通人呢 不小心念的这一部 不是普通人能念的经 所以呢 可能触犯了大忌 那他就很害怕 那各位我们就想 那你看 这个就雾露偏逢连夜雨 对不对 你已经在那边没有信心了 结果呢 又遇到一个 又告诉你 他也是好心 他也不是坏心 那的确呢 这部经的境界是不可思议 是菩萨 但是呢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 这不是普通人能念的 的确啊 我们是不是普通人 我们不是普通人 一般人呢 他不会有起一个念头 想要自立立他 大部分的人都是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我过得好就好了 那我管这个世界 变成什么样子 所以呢 其实当我们有那么一念 想要互念众生 或者是立乐他人 这真的就是不是普通人啊 可是当我们在互念他人 发了这个好的心的时候 难免都会有一些考验 有没有 所以为什么要不坏 要修呢 就要修到一个金刚不坏 对不对 我们的所有的修行 我们的方向不要被干扰 不要被破坏 所以当我们离众生向 回向之后呢 我们的修行善根呢 是确定 坚固不坏 道也不退 不坏回向 那到哪里呢 直到成佛为止 所以我们度众生就是 有些时候呢 我们都是接引 对不对 接引 那我们接引呢 其实有一种接引呢 是无为不至的接引 有一种就是给他一个机会 剩下你自己看着办 那你要看对象 有时候呢 我们有的人呢 他的意志力比较薄弱的时候啊 他需要从头到尾啊 要一步一步教 然后互念他 互送他 一路成佛 那有的呢 他自己会修的 我们就怎样 就开个头 他自己就会去走 所以众生有不同的根性 我们自己也是 所以我们是希望呢 诸佛菩萨呢 无所不至的 呵护着我们 那你就要蒙佛接引 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 知道自己可以成就佛道 而且怎么做的时候呢 你就会成为一个领行者 所以呢 他说要修到什么时候 才能够放下我们的 发心发愿呢 要修到啊 这个叫等一切诸佛 包括你要度的众生 你要什么时候才能够放蛇呢 就是要到他成佛 你才可以放弃 不度他的 所以呢 等一切诸佛回向 就是我们要救什么 要什么 救人要救到底 对不对 送佛要送到哪里 送到西天才可以 不是有送就好 是不是 那如果我们能够呢 让人 那至于让自己啊 速速成佛 那你就 可以到一切处都可以 什么意思 有些时候说 我来度度看 好度的 可以度到成佛 难度的 也一定可以 好 在台湾 很有学佛的因缘 但是 如果我们这么有 学佛的因缘 都没有成佛 好 那到别的地方呢 一样 好 是会 没有办法成就 可是如果在这个地方呢 大家学佛 很有成就 你到其他地方 也会很有成就 所以我们 有时候说 要选一个好风 好水 其实 真正的好的环境 真正的净土 就是我们 能够啊 给自己一个 什么 肯定就是 你到哪里去 哪里就是净土 这时候呢 叫做所行无碍 所以为什么菩萨 他可以去哪里都好 叫至一切处 因为他 知道净土 就在净心中 好 那就不需要呢 去寻求一个 好的环境 好 再来第五个 叫无尽功德 葬回相 在这个地方呢 就已经开始了 就是 一一的扩展 好 扩展 所有的生活中的细行 乃至一念 都有无尽功德 好 所以我们就 每天每天呢 看起来好像 没有在特别修什么 但是只要你起一个善念 就是在修 你的无尽功德 再来到第六个 入一切平等善根 所以 所有的法 不择大跟小 好 有些人刚刚开始 选择修法 都要修这个 好 很高明的法 有没有 就像我们打禅气 有一个居士 他说 师傅 你教那个法 太简单 太简单了 叫做呼吸 呼吸 佛陀呢 教简单的法 叫做观呼吸 观呼吸 有两种方法 一个就是 数数字 就是随着呼吸的出入 然后你数数字 那另外一个 就是 起正观 来观呼吸 这件事情呢 非常简单 但是呢 如果你做得非常好 你会挣到果味 结果我们呼吸的一辈子 也没几个人挣到果味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觉得它太简单 不值得修 所以修的时候呢 还没有办法抓到 这个观呼吸的药铃 如果观得好 它是入定 而且还可以断货 正正 但是我们 很多人都会觉得 这个是 那么简单 就是念一二三次 一二三次 要念这个干什么 是不是 所以因为呢 觉得它太容易 然后很无聊 因此就很容易 怎样 就修不上 修不上功 那修行不得力啊 就很难弃悟 这个法的殊胜 所以呢 我们说 要怎样 任何一件事情 如果能够修的各中三昧 法是法门没有高低的 所以到第六呢 叫做入一切平等 善根回向 我们常常以为 很多事情 那么简单 不需要动到我这个大师 对不对 所以这事情简单了 就叫别人去处理 但是结果到最后呢 发现 我们总是期待 要做大事 结果发现呢 真正的大事 你也做不到 结果小事也做不好 所以到最后的结果 叫做一事无成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 哎呀 这佛法呢 教我们 三千威仪八万细行 吃饭 穿衣 喝茶 玉米 挑材 都是神通妙用 那为什么 祖师大德做起来 这神通妙用 我们做起来 就很多的烦恼 原来因为我们的心 没有平等 所以我们常常会喜欢度什么 有一个团体啊 他在他的网站上标榜 他很会度众生 他说他的成员 95%都是大专 学历以上的 意思就是呢 他们这个团体很有层次 很有层次 那 那这些没有上大学的 就是没有层次 对不对 这个言下之意呢 其实对人是有分类的 那我们能不能够呢 这个对众生都能够平等 对法没有高下 那如果我们真的达到了平等法界的时候 你就不会选你觉得重要的事情来做 每一件事情都可能是成佛的机会 所以呢 叫入一切平等善根 所有的善根勿以善小而不为啊 勿以一众生呢 他现在的这个微小而不度 所以呢 这个叫做入一切平等善根 好 再来等随顺一切众生回向 乃至于到真如相回向 到无福无浊泄脱回向 这是在修行到 这个第七第八第九的时候呢 其实剩下来的就是什么 我们看自己还执着什么 我们知道呢 佛事门中啊 不舍一法 我们每一件事情都该做的时候呢 你如何在这些生活的发心发愿当中呢 开始能够学习随缘 就是我们有时候呢 刚刚开始学佛要建立创造很多的因缘 我要来排一下行程 那特别呢 每年就做个法会 像我们这一次呢 清明节就刚好连续假日 那一般人有假日呢 他就想要特别要去安排一个活动 可能出国旅游 那我们到场呢 就会在这个有假日的时候呢 不要浪费 我们就来办一个这个良黄宝餐 总是觉得要特别来修一个法门 修一个法 那这是这个就是建立一个有为的机会 但是当我们修行呢 修到已经习惯了之后呢 其实处处 在在处处 时时刻刻 都是我们修法的机会 所以有的人呢 他在道场 忏悔的时候好虔诚 哭得稀里哗啦 可是呢 忏悔完又去造业 有没有 可是造业呢 他说没关系 我明年忏悔一定更虔诚 这样 所以呢 就是一边修法 一边又增加很多的障碍 所以这个叫做没有随缘 他以为在修行 就是要在一个特别的时机 那这样子没有成片的时候呢 修行很难真正有成就 所以要随顺 随缘 那我们当然说随顺一切众生 有时候呢 哎呀 这志同道合 大家相处起来 没有障碍 可是志不同道不合 不对盘的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知道 如果我们能够学到随顺 随缘 那我们的心就越来越能够平等 好 那为什么 为什么能够随缘 因为 佛陀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每一个人平等的关键 就是人人皆有 真如自信 所以我们如果学法 能够真正器物 真如 依着平等的真如 来回向的时候呢 你的心啊 就真正达到真实不虚 就无望 就没有生灭 所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那如果我们始终都在梦幻泡影上 继续计较 那始终呢 都还是生灭的功德 因此我们要把生灭 回归到不生不灭 好 所以回向到最后要 回到真如实际 好 好 那真如实际的之后呢 你说展现出来的样貌 就是第九个叫做无福无浊 好 我们上一次呢 就讲到无福无浊 就是这个浮跟浊 浮是绑住你 浊是内心的无法放舍 执着 好 所以内心呢 有一种执着呢 就会感觉就好像有所牵绊 好 那我们的牵绊呢 好 越多 那我们就要去觉察到 好 这个 这个修行的障碍呢 它就没有办法让我们自在 好 所以最后呢 要真正的自在 好 要真正自在 好 那当我们能够无浊 无福无浊 能够做到 真正的自在 就是叫解脱的境界 很多人的学法的目标 要解脱 这解脱呢 不是 没事的 不是 反而呢 要解脱的人啊 他是事情很多的 因为当我们真正要解脱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看到你的放不下 跟你的束缚 那如果我们能够在 你原来放不下的这些事情 开始 没有挂碍 好 或是原来你觉得 哎呀 绑手绑脚的事情 开始无碍了 之后呢 这个才是真正的解脱 而不是逃避 就是啊 这些事情我都了了 我挂碍的人都死光了 然后你就可以 就可以解脱 没有这回事 所以很多人呢 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说啊 这个师父 现在我的妈妈往生了 我可以好好来修行 这是什么观念 哎我先生还没往生 我不能去受戒 很恐怖 那我们以为呢 你的挂碍的人事物 不在你的身边呢 你才叫做解脱 其实不是 那我们没有放下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原因不会因为 这个人的离开而结束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就要知道呢 这个真正的无形的执着啊 只要你发现 你就要开始去看 那什么时候 什么才是真正的解脱 什么才是真正的解脱 不是不做事就可以解脱 反正要去做更多的事情 而且要更入室 好 更入室 我们 不入室 怎么知道我们有执着 好 那入室而不执着 不被这些众生相所束缚 那才是真的 叫做自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菩萨 在人间 就是游戏人间 但是游戏人间 它是游戏而解脱 不是游戏 留恋花虫 然后惹的一身 一身的 这个心 对不对 所以呢 叫无福 无浊 解脱 回向 最后呢 就是入法界 无量 回向 这个在 真正的证文 卷32 这个地方 叫做 等法界 无量 等法界 无量 这一开始呢 在68页 这边讲 佛子 云合为菩萨 摩赫萨 等法界 无量 回向 这第十个回向 等法界 跟入法界 是同样的意思 同样的意思 但是 很多人觉得 入法界 好像可以 跑到一个 什么地方 那事实上呢 这法界在哪里 我们就要先 了解一下 这个等法界 无量 回向 的 真正的意思 是什么 所以 憨山大师的 纲要里面呢 就 介绍了一下 说 这一个回向 叫做 起大用 起大用 什么叫做 起大用 我们 法界是什么 法界就是 我们的心 一心生十法界 一心生十法界 但是呢 这个十法界 以什么为 类分 界嘛 界就是范围 那我们的心里面呢 会出现了 十种范围 十种层次 十种境界 那十种境界里面 有善的境界 有恶的境界 有凡夫的境界 有圣人的境界 所以我们有慈悲心 而且这个慈悲心 可以不断不断 的越来越宽广 而且无有皮验的时候 这时候叫做 菩萨法界 有没有 那我们的心呢 很贪婪 贪到呢 随时都贪 大大小小都贪 这个叫做 鬼的法界 恶鬼 那我们的心 每天都在生气 每天都在生气 造三餐 而且无时不刻的 在生气 叫做修罗法界 我的心 有时候 有时候做善事 有时候做坏事 一半一半 在人法界 但是 我们都 有工作 也有休息 所以工作的时候 很认真 休息的时候呢 造了不少业 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我们去玩呢 不外乎就是什么 吃吃喝喝 对不对 好 那吃吃喝喝呢 放纵 那这就是 这个在 遇乐当中呢 就会造了一点 恶业 所以一半一半 好 那如果呢 我们的心啊 随时都是很保持善念的 很快乐的 没有杂念 没有因为别人而起烦恼 也不会让人家起烦恼 通通都好 很开心 一片光明 叫做天 是不是 就不食人间烟火 就是天 好 那 每天呢 好 就 见到所有的人 都恨不得呢 让他死 好 那这个叫做地狱 好 是不是 你说不了别人 同样的别人 也会给你很大的境界 好 所以你就深陷地狱 好 所以这个法界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 心 你怎么去用它 好 那如果呢 我们能够好善用 好 善用 你就在哪个法界都不会被障碍 所以到这个地方呢 就是等嘛 可是如果不等的时候 我们就会比较希望自己是在快乐的法界 而不要在痛苦的法界 是不是 所以呢 哎 叫等 等就是入的意思 好 所以本分 本分在讲 就是前面 一开始的时候呢 介绍的时候 讲入法界 我们到后面 善财童子 五十三餐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那个品叫做入法界品 就是三餐财童子 要实习了嘛 好 他依着文殊菩萨的指导 他说 哎 你要去片餐一切 善知识 那看起来他好像在旅行 好 其实他 就是 他的心里面的层次呢 哎 到哪里 他就会遇到哪个层次的善知识 我们也是 我们好像呢 哎 奇怪 这个人生呢 每个阶段 有每个阶段 要学习的任务 好 那你现在是什么程度 你就会遇到什么人 那是不是这样 就旗鼓相当 好 那一方面呢 到底是 因为这个人 好 来帮助我修行 还是因为 我有这个程度 所以你就会遇到这个人 是不是 所以呢 哎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入啊 其实就是 等 等什么 跟你的心是相等的 你的心在什么境界 你的世界就会出现什么层次 好 所以 有人就会 会说啊 好 有人说 说 哎 师傅 你最近哦 好 这个月要小心哦 好 那个流月不顺 好 所以 流月 这流月呢 什么意思 就是 哎 这个月呢 我会花大钱 对不对 好 那会花大钱 那我就很紧张啊 一听到他讲说 我会花 钱财有损失 而且会花大钱 你就开始很紧张啊 谁想要来占我便宜 好 是不是 好 那 哎 结果呢 果然呢 哎 我们这个 这个月呢 有一个师傅啊 从马来西亚来 他在建道场 我一听到人家建道场 我们当初啊 刚刚开始的时候 也是 很多 的法师 道场的法师 会有帮忙 所以呢 我一听到 哎 这个法师要建道场 哇 马上呢 就心里面就想到 我们过去的辛苦的岁月 所以马上呢 就 哎 就供养了这个法师 赞助他 让他建道场 那回头呢 哎 我就 问啊 他说 哎 这样子算不算是金钱损失 这样算不算 算嘛 对不对 算金钱 可是损失给谁 很重要 损失的心甘情愿 叫做功德 好 那如果呢 同样呢 被小偷偷走了 你损失的甘愿吗 好 他偷走做什么 好 拿去吸毒 好 拿去喝酒 好 拿去做坏事 好 那你就会觉得呢 同样是心 精神 这个 这金钱的损失呢 你在心当中呢 哎呀 觉得不但是 好 不甘愿 而且还会震恨那个让你损失的那个人 结的恶缘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看起来是一个现象 那就看你的心境是什么 而决定 你的这件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 是不是 所以呢 其实这个法界是什么 法界是你会遇到什么人 好 是决定在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所以你要能够让自己的世界是无量的时候 好 那你就要知道自己的心啊 要到无量 好 所以呢 这个叫入法界 好 那入法界的时候呢 他说有四种法来检查你是否真正的具备有无量的平等 第一个你回向的这个法 所回行法 我们拿什么回向 我们拿什么来来送给大家 那个东西是什么 所以我们一开始呢 在华严经的一开始呢 他就讲到 佛子此菩萨摩赫萨 怎样 以离构增而戏其顶住 法师位 广行法师 所以刚刚讲所回向什么 回向的是什么 你要用什么东西回向 布施有三种嘛 第一个叫做财布施 财布施啊 这个 你的时间 你的身体的力气 有没有 你的金钱 还有你的器物 我们在前面的这个回向的时候 有的人布施住处 有的人布施土地 有的人布施你的 什么 相貌 有没有 有的人布施头目脑水 那我们最平常的布施就是什么 出钱嘛 那没钱的人怎么出 怎么办 出利益吧 是不是 那没钱没利的人怎么办 出一张嘴嘛 有没有 那可以去宣传啊 找那个有钱的来帮忙布施一下 那你如果讲得好呢 你就会 就能够带动别人来布施 如果讲不好呢 有的人叫人家布施是这样 你那么有钱 一定做了不少亏金事 你一定要来布施 你一定要来布施弥补一下 请问这样人家听到会不会想要布施 把下去 比较快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鼓励人家布施 水洗人家布施的时候 你的嘴巴是不是要 会讲 要会讲 所以这个我们嘴巴讲出来的 让人家起欢喜心又来布施 这个叫做法布施 法布施 那还有呢 讲一讲 我们来布施的时候 让人心开意解 就是法布施 所以财布施 如果要布施的好 一定要有法 是不是 就是 如果你要给他钱 那你要知道 这个钱的功能是什么 如果你要给他东西 你要知道这个东西的意义是什么 你要提供住处 是不是 那大家来做什么 所以在这个财物的布施 财的布施 内财跟外财的布施当中 如果我们能够借由这个财 而让大众得到法 那这就是法布施 这是第二种 但是有些人说 我又不是法师 我怎么会讲法 有没有 看这个地方就讲 以离构针而细其顶 这个针是一个 一种头上的饰品 那这个头上的饰品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的清净心 那清净心呢 放在我们的头顶 放在我们的头顶 表示呢 你随时随地都记得 你要用清净的功德 叫离构嘛 当你的心 你的头脑 你的思想 你的心里面的境界 都是清净的时候呢 也就住在法师之位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对法师的期待 叫做清净 是不是 好 那什么叫做法师呢 就是我们以法为师 或者是呢 我们自己呢 这个以佛法来教导大众 那因此 我们就要知道 每一个人 修华严经 修修修修到 最后的目标就是什么 到十回向 就是要当法师 好 当法师 只是一个是 在家的法师 叫做菩萨 那出家的法师 像师父这样子 叫做法师 好 那我们在这个 法师的位置的时候呢 是要布施 佛法 布施觉悟的法 叫广行法师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呢 那如果我们要布施佛法 我们都不懂佛法 是不行的 那佛法跟一般的知识 不太一样 一般的知识 你学的就可以 佛法呢 你要真的懂 你要做 要实修 好 实际上去做 你才会知道 啊 你是不是真的 懂了 好 他这里面呢 都会告诉我们 就是这个 第十个回向的时候 就告诉我们 你应该要怎么样 做一个很好的法师 好 第二个呢 所行的形体 什么意思 你是用什么心态 你的心的本体 你要做到这样子的 回向的时候呢 心要广大无边 要先愿意 好 要先愿意 好 第三 我们有愿意 布施给一切众生 我们有愿意 利乐 有情 而且呢 只要跟你 有缘的 我们都愿意 发心 这叫广大 那无缘的呢 好 无缘的 也不 也不 也不用害怕 为什么 因为无缘 我们跟他结缘 就有缘了 是不是 所以有的人说 这个我有缘的 就那两三个 是不是 没错 就是跟我们 很投缘的 在你的生命中 就会出现 但是还有很多 还没出现的 不表示你是 永远不会碰到 未来的某一天 你就会碰到 所以我们的心 要广大 叫做一切众生 等法界 等法界 广大无边 好 第三呢 我们回向啊 不能回向给人家业障 要回向什么 要回向智慧啊 所以呢 我们的学法学得很好 可是是要让大众 得到解脱 而不是因为我们的学法 让人感觉到 很大的压力跟痛苦 所以所能回之志 那所回之德 德就是一种功德 效用 要有用 回向药 有用啊 那怎样有用 叫牵触祈求 牵触印 但是印了之后 要让人怎样 这个 闻生得解脱 所以真的 真的产生了改变 产生改变 所以呢 以称法界之大致 称法界就是 通达法界 通达是整个法界的智慧 回向一切法界 回向一切法界 所以这叫做大用 大用 那这叫做未满至极 就是十回向的最高 最最后要圆满了 即将登地了 这是做到最究竟 好 那他说 那这个等有四个法界 第一叫做理法界 第二叫事法界 理事无外法界 事事无外法界 华彦卿就在讲这四个法界 理法界就是 我的道理懂了 懂了 那可不可以用 可不可行 有时候我们说 有一些都是很理论 理论我都知道 要解脱 嘴巴一讲 滔滔大道理 可是回到柴米油盐 酱醋茶的生活战场 我们每天都在跟 生活中的熟人相处 如果我们在道场 都很自在无碍 那你回到非道场的地方 就要看自己行不行 为什么 因为在道场 在菩萨身边 菩萨都懂佛法 他不会找麻烦 可是你回到的生活的时候 各行各业都有他的行规 都有他的不同的障碍跟瓶颈 那这时候我们能不能够 落实在生活中 就是又是第二个层次 好 那理论可以做到 但是 会不会分成理论归理论 做事归做事 那我们就要看 我们学了佛法之后呢 佛法很好 那现在就要看 能不能够把这个好用在 事项上 所以华严经呢 它是一部很好用的经 其实它是好用的 它是实用手册 只是我们对华严经不熟悉呀 你不会用 好 那很多人呢 学的华严经 它的目标只是送 是不是 我念得很熟 念得很熟 好 那生活呢 这生活还是生活 连不上线 是不是 可是如果你真心的想要 行法 真心的想要把这个佛法呢 华严经的这个道理 我要去实践 我要去用 你就会发现 它其实很好用 其实很好用 其实像我们刚才在念 送念这个过程 你就会发现 其实当一边你在送念的时候 你一边就在检查 我是不是有做到这个 有没有 我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心态 我是不是能够 有在生活中找到 跟这个佛经里面的道理 相印证的 否则呢 你的学法只会学到 一个阶段就会有瓶颈 因为用不到 用不出来 所以呢 要到理事无碍 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做的 所有的行为准则 就是以佛法来做行为准则 然后慢慢慢慢的 去实践它 达到成片 成片 好 到第四个阶段呢 你把佛法的名词 佛法的名相抛开 随你一法皆是佛法 看起来这个人 好像没在修行 可是他做的每件事情 都在修行 叫做事事无碍 好 而且呢 不管他做什么 都无碍 他煮饭也做得很好 做领导也做得很好 做司机也开车 开得很好 连走路都走得很好 有没有 有时候我们会说 其实我在自己的 专业领域很厉害 可是除了专业领域之外的 一无所知 那就不够好 好 那你如果真的是一个 完整的人 是不是 好专严共金 你都做得很好 好 都可以做勒索 也可以做豆腐 都做得很好 做得一个很优秀的抹布 好 所以呢 这叫做事事无碍 就是都是无碍 那这个是无碍的最高境界 所以这经典里面就讲 一切佛刹中现一切佛刹 所以到哪里去都是佛的净土 所以这是真正的无碍的法界 所以他这个地方讲到的法界 已经是最圆融的境界了 所以这一段一开始 这个回向 他横跨两卷 一开始呢 就是先广行法师 广行法师 起大慈悲安利众生 佛法可以真正的让一切众生 得到安身立命 因为佛法是觉悟之法 适用在任何层次 适用在任何层次 那只是因为我们不懂佛法 以为佛法就是那个名词 什么菩提 涅槃 那都用不上 用不上 但是我们一般都就不知道 就不知道 以为这个佛法是 要口中讲出来的都是经典 所以有很多人说 师父 我要讲 我都不会讲佛法 我都讲不出来 就是不要你讲佛法 因为佛法师父讲就好了 你就是讲个觉悟之法 那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心得 那这个心得呢 讲出来的目的是要让大家怎样 感觉很自在 感觉心开意解 原来如此 是不是 所以呢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说要广行啊 广行 要让所有我们身边的人 都感觉到 你学佛之后啊 奇怪 你说出来的话 都好有道理哦 而且那个不只是有道理 还可以用 而且很好用 很好用 这样子就可以让众生呢 找到一个行为的准则 那一般人没有方向 他不知道怎么做 但是如果呢 学了法之后 你就比较能够知道 应该要如何想 如何讲话 乃至于如何做事 他的行为 有一个准则可行 好 于菩提心常行 饶意 无有休息 而且呢 当有人需要佛法的时候 你是 无有疲验的 所以有很多人说 师父你们太忙了 我都不好意思找你 如果要找来喝咖啡 那真的不要来找 那如果呢 是要来请法的 那无所谓 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 我们的工作呢 就是让大众能够得到佛法 你在修行上有瓶颈 那一定呢 不要吝息 也不要害怕 也不要挂碍 所以会影响到 哇 这个学佛的人的时间 不会 好 所以呢 要无有休息 那最好随时随地 都能够呢 念念住在佛法身上 是不是 所以呢 叫常行饶意 无有休息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 来 再看下面的部分 下面的部分 然后请苏玲帮忙跟大家讲 他这一次禅气的心得 因为讲的比较厉害 是不是这样 不要偷笑 很多人都很怕 不敢去 拍拍手 一定是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掌声 这个不会录 这个直播到全世界 可是这一段会剪掉 所以你不用担心 来 课后讨论 有的人不在啊 快点快点 那个美国跟你连线了 快点 对对对对对 赶快来讲 因为有的 有很多学员下午就要离开的 趁现在 快点快点 不然你要上午就要打草烤 不行不行 这要打草烤 再打草烤 好啦 来来来来 来坐 再再再再 太好笑了 不知道要怎么庄严呢 我只是讲说我那一天 那个 嗯 残疾的那个经过好了 就是说第一天 其实第一天第二天 我 我其实都没有办法静下来 因为 我一直听到声音 很多声音 就是翻桌子的声音啊 天花板的声音啊 然后 炒菜的声音 连炒菜的声音我都听得到 就觉得很怪 就说 我其实一直想问别人说 诶 你有没有听到啊 怎么那么吵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反正我就觉得很怪 可是我觉得 我应该从头讲 我觉得这一次最棒就是 我都可以不用跟别人讲话 这是最开心的事 就是都不用说 然后我就全部都自己一个人 然后到那天晚上 我就做了一个梦 很怪 因为我其实是很有洁癖的人 只会梦见我们家 那个排水柜会有多垃圾 而且垃圾一直冒出来 我一直抓 怎么都抓不完的垃圾怪死了 我想说一直不解 因为我想说我们家有请人家打扫 我想说这个人是不是没有给我打扫干净 然后呢 好了 突然间就被那个敲木板的声音 吓醒 醒来之后呢 那个早上的打坐的时候 都没声音了 都没声音的时候 我心里想 那我知道原因了 应该就是我平常都是 不是 就是可能有一些很细微的 那个我们的那个 就是那个 忘念吧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很棒 我觉得很完美 我应该是 每天早上起来都帮我们家小孩子 做很多事 我就觉得很开心 我的满意 其实我是累 可是我的满意可能我觉得说 我想要做一件这样事情 所以我就一直觉得我自己很棒 可是也许那个 在很细微里面 其实我应该是会觉得累 有一些忘心 有一些忘心才会觉得 我要做这件事 我很好 我表现很好 其实不是 然后呢 那我就 我就突然懂了 自己就那样就懂 那第二 第三天呢 就更好笑了 我一直听到有佛乐 我想说 佛乐从哪里来 那我突然想要 师父在那个上台 就是在开示当中 他讲说 他讲说 凡所有相都是虚妄 我就那个念头一来而已 就只是想 凡学和尚都是虚妄的时候 诶 停止了 没有了 就觉得呢 然后最 最有趣的应该是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我觉得 就是星期五那一天 星期五那一天 因为师父说 连那个什么 连那个脚痛 腿痛 都是妄念 我突然想到也对 他一直叫你放下 快点放下 痛死了 已经痛到不行了 我已经痛到极致了 后来不知道怎么搞 突然一个念 就想说 师父讲说 就是我们好像在跟 我们不是要了生死吗 了生死不是跟生命搏斗吗 感觉是这样子 就在不知道怎么那个刹那 就哇 就一见光 然后我就哇 腿都不会痛 完全不痛 我就一直哭 拼命的哭 然后就想 糟糕怎么旁边也不行 这样会影响到别人 所以我又不敢哭 就不敢放 就是不敢放开 其实我当下 应该不管他 应该放开才对 就我没放开 可是我还 但是我就觉得 超不能 不可思议 后来我们精神的时候 我的腿像 飞毛腿一样 完全没有痛感 就是一直走好快 我 其实我只能讲说 我当下很想跟师父 因为我是不是开悟了 我是不是当下开悟 怎么会这样呢 所以 所以我牵引大家 应该要去休息 真的要去禅修 因为禅修可以让你 内观自己 嗯 耐观自己 谢谢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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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到什么 悟到腿痛 真的是虚妄的 但是这个设身的 痛苦 可以 可以 很不容易 嗯 因为我们一般都是 执着设身 当自己的身体的感受 很强烈的时候 几乎你没有办法 有其他的念头 就是痛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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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师父讲虚妄的 但是呢 师父自己在盘 如果腿痛 也是觉得 还是很痛 虽然知道是虚妄 虚妄是一回事啊 但是 但是你还是要知道 那个真的是虚假的 那树顶刚刚呢 就是说 哎 是要 了生死的话呢 他又突然起了一个念头 那死的时候 是不是更痛 是不是 如果跟死的时候的恐惧 跟痛苦比起来 现在的痛 还是可忍的 是不是 他是有比较急的嘛 因为这个痛在怎样 就是 哎 你是有限的 就 就 轻 然后 一个 一个声音就 就是可以放腿了 就是 就是那个引擎一敲 然后这支箱结束 就可以放了嘛 所以你会有期待说 哎 这是可以的 那我们这次有一个 从日本 来打残漆的 那个跟树林 做同一排 然后有个日本 他说 他 这个结束的时候 人家就问他说 你怎么可以做的 这么久 都不动 他说 这个算什么 他第一次 因为日本没有地方 可以残修 他想要残修 结果呢 他就去附近 有一个草洞中的 道场 他就去 去参加 那他那个参加呢 那个是 日本的那个残中 是很严格 他进去呢 是不能讲话的 那他们的普团 是圆形的 所以一坐下去呢 那个整个脚 他要双盘 规定要双盘 45分钟 45分钟 对一个初学的人来讲 他从第一分钟 就在痛 然后第一分钟 就一搬上来 就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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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别人都没动嘛 他在眼睛偷看 别人都没动啊 然后呢 虽然有法师开示 可是他从头到尾 没听懂一句话 他说怎么会 是我日文不好吗 不是 就是他讲的内容 真的他都听不懂 完全听不懂 所以他都不知道 什么叫做残修 只知道一直盘腿 然后通通通到 45分钟 他那个汗啊 那真的是 一滴一滴 一滴一滴的下来 在零下的温度 可以这样 汗的流汗流成这样 他等到呢 45分钟就 轻 那个 那个 引擎声 轻 对不对 然后大家就放腿了 他就开始 他的腿 要用手慢慢慢慢的 麻到呢 要慢慢慢慢搬下来 对不对 左脚搬下来 然后右脚搬下来 对不对 在那边适应 适应 适应的时候 就又听到 听 又要开始做了 所以他都还来不及 下座 又要上座 连续做三支箱 然后他想 完蛋了 明天还有一天 我怎么活下去 所以他的第一次的 的经验是这样 就是这样 每一支箱都是 忍忍忍忍忍 忍到呢 没有办法忍 可是你也不能不忍 可是他真的很妙 他说他今年还有 他还要去 人真的是有一种 被虐狂 明明就是还是很痛 可是呢 他发现 原来我们的潜力 是能忍的 所以是无限的 还是能忍 那这个 在修行这件事情 这种用听的 跟实际上在那个过程 是完全不一样 而且当他转变的 那一瞬间是 来得莫名其妙 有没有 所以你会很多的惊喜 我们这个第一排 这个是老餐 他修了二三十年 这当中呢 为什么可以 就是经历过 大大小小的事情 始终都不退转 我相信呢 如果有机会 今天下午很精彩 我要请他来 布施一下 对不对 这时候就不能客气了 一定要讲一下 因为这个修行 其实刚刚开始 我们的这个体验 还不够的时候 很容易退 一年两年三年 那个道心还不够的时候 哎呀 境界 是你没想到的境界 就会退 可能是 可能是某个人 可能是某件事 可能是你的身体 可能是你的事业 都很难说 不知道 但是让你放弃 很容易 让我们继续坚持 那就很难说 很难说 就是到底 那个力量是什么 那个力量是什么 所以我们在 华严经里面呢 其实 回到我们的华严经 我们常常 我们在念华严经的过程 今天有一个 美国来的 就是居士 这个他 他传了一份资料 说他送华严经 的心情 他其实还送第一卷 第一步啦 但是他说 其实他以前也 偶尔陆陆续续 都有在念华严经 但是呢 修行很多年的人 在念华严经 跟刚刚开始 念华严经的人 那个心境上 会有所不同 那有发心的人 跟没有发心的人 念起来 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 我们在送念的时候 在读这个菩萨的思想 跟境界的时候 其实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 说为什么 这些事情这么难 为什么菩萨会愿意做 修行好辛苦啊 是不是修行好辛苦 那为什么这些菩萨 怎么这么厉害 他怎么会 他们怎么会这么傻啦 老实讲说 这个人都做不到 一般人都做不到 连心念都做不到 竟然他不但是能够有心 而且还要把它做得那么好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不可思议的 这种世界 我们要入到这个 不可思议的世界 这门槛是很难跨越的 很难跨越 虽然我们说 我也是很喜欢这部经 我也很喜欢里面的内容 可是要我们真正的 没有挂爱的跟菩萨 发一样的愿 有的人会害怕 是不是 我真的做得到吗 有没有 所以光是呢 这个地方讲 要能够广行法师 有没有 起大慈悲安利众生 然后 于菩提心常行饶意 因为我们对人好可以 是不是 我们有时候呢 本来本身就是一个好人 要做一个好人是不难 但是呢 在佛法里面的标准 就是你不能只对 你喜欢的人好而已 我们要对喜欢的人好 很正常 可是要对 对你不好的人 或不喜欢你的人 也要好 这个事情 我没有对他坏就不错了 有没有 还叫我对他好 是不是 有时候呢 我们 我们对身边的人 还不如对 不认识的众生 很奇怪 因为看到那个灾难啊 那些不认识 我们特意愿意捐钱 可是身边的人 你就看他不顺眼 你死都不要给他一个好脸色 有这么难吗 有 就是很难 你那个心就没办法开 有没有 所以呢 有人就说 奇怪啊 这个你的胳膊往外弯 对自己人都那么坏 对别人都那么好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 他在家里面 学佛学学 学到家里面的众叛亲礼 因为学佛之后 没有感觉到他 对家人更好 所以我只有感觉到 你每次回来 都在那边骂我们业障重 对不对 我知道我是业障重没有错 可是呢 学佛没有让你变得更好 更慈悲 有当你有意念要 要怎样 要慈悲众生 有没有 有的人会这样哦 他去医院当义工 他去老人院当志工 他去到场当义工 他都非常非常的慈悲 回到家呢 他不用当义工了 就开始了 原形必入耶 所以 所以我们就说 原来呢 这个修行哦 他的那个自我的要求 是要让我们在在处处 通通都要一致的 是要一致的 好 那一致呢 而且还要怎样 无有修习 就是那个念头 是要到成片 我们要起一念三念 是容易 就像我们说禅修 要做到一支好香 容易 那要做到支支好香 就不容易了 就是一个挑战 好 那要在禅修的时候 支支好香容易 回到家还继续维持 那个好的心境 就不容易 因为我们在家里有考验 好 是不是 大部分的人 他没有把你当一回事的时候 他给你的考验 有时候不一定是 你喜欢的 好 那再来 我们在家能够 随时都能够保持这种心 好 不管到哪一个地方 任何场合 遇到任何人 都还能够一直保持那个心境 那又是另外一个功夫 另外一个考验 要到无有修习 要到无有修习 好 那当我们有这种心境的时候 就开始千百亿化身 有没有 所以他下面就在讲 我们看 六十八页 那就可以怎样 六十八页 最后一行 当他无有修习的时候 他就可以 为诸众生做调育师 有没有 你就会是一个调育师 还有呢 六十九页 为诸众生做法葬日 有没有 是不是 好 然后再来呢 就像太阳一样 你就会成为大家的太阳 太阳 太阳是可以自己 自体发光的 有没有 而且那个光是源源不绝 可以孕育万物 好 那再来呢 到了 诶 第三行 第三行 为诸众生做大智商主 有没有 你可不可以做生意 可以 一个成功的人 可以赚大钱 一个成功的菩萨 一定会赚大钱 很多人学佛 都说 这个学佛了之后 不执着钱 就变得很穷 谁说你要很穷的 是不是 你如果有福报 你会变得很有钱的人 是不是 只是 只是我们怎么去看待 那个金钱 我们不贪钱 不表示我们没有钱 而且不但要有钱 还要做一个 很厉害的商人 商人里面的top 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当你成为一个 很好的商主 就是企业主 你用智慧 去带领你的企业 会让所有的员工 所有的顾客 所有相关的厂商 怎样 普令得入安隐正道 就走正道 走正确的 还有为诸众生而做导手 就变成领袖 一个领袖 自己一定是做得最好 否则你没有说服力 领导人 领导人 令修一切善跟法行 为诸众生做不可坏 坚固善友 一定是好朋友 打死不退 是不是 你的朋友呢 起烦恼 退失道心的 怎样 杀到他家 不让他退 是不是 所以我们会放弃众生 就是我们跟大众呢 交情不够 就是你的那个 你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说打死不退 是不是 有一个不小心呢 你就跟人家绝交了 就不讲话了 有没有 所以呢 你看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 当你 当我们有这种菩提 心要饶意一切众生 而且不休息的时候 你就会成为 在一切众生当中 你的 你的扮演的角色 就变成这样 就成为贵人 成为贵人 使菩萨摩赫萨 以法师为首 所以 我们就要想 那如果可以法布师 是不是 那你什么时候 要法布师 其实我们应该 要告诉自己 你随时随地都要 把最好的 利乐友情 那最好的 就是法布师 最好的东西 就是法 是不是 最好的礼物 就是法 所以 吃好的 穿好的 都是暂时 得到短暂的快乐 可是如果能够 得到法 一句就受用无穷 所以最好的礼物 是法 那为什么 因为这个法呢 可以发生一切 清净白法 射受去向一切 至心 不要小看哦 我们开始要红法 你说 没有人要听 不 很多人想要求得一切至 可是他没有这个机缘 你可能会是他的一个什么 引入门的一个桥梁 是不是 所以你看 让大家怎样 发生一切清净白法 白法就是清净的法嘛 好 那 这个地方呢 可以射受 射受 射就是吸引 好 射不是用强的 不是用强拉的 不是用强迫的 射就是一种吸引 他自然而然就会想 发起那种心 好 所以射受 所以伏法呢 叫做射 射受 他不是 这是很明确的 有一个动作 但是他就是有一种吸引力 看不到的吸引力 好 殊胜愿力 就近坚固 成就争议巨大 威德 依善知识 心无惨狂 思维观察 一切智能 无边境界 所以当我们以法 师来做我们的指标 我们的目标 我要好好的学法 为什么 因为当有人需要法的时候 我可以给他 每次很多人都说 哎呀 师父 我听啊 很开心很开心 可是人家问我说 啊你在开心什么 都讲不出来 有没有 那我们讲不出来 就表示呢 哎 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所以怎么 那为什么没有足够说服力呢 因为你对法呢 没有反复的去 思维去体会 去体会 所以要怎样 啊 我就要发愿啊 每天我就再一次的发愿 发什么愿 普贤 十大愿 有没有 发四弘士愿 发观世音菩萨的 这个清净的大愿 什么愿都可以啊 只要殊胜 殊胜就是 哎 你心当中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好 那 这时候呢 我们生生世世的方向 你就会一直不断的 希望自己是 能够成就一切的功德 好 那 好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会 我们就会 哎 想要精进 想要用功 好 那这个地方呢 这个 韩山大师啊 有做了一个解释 这个 法师 法师 是生解之妙方 什么意思 就是你要法布师 是不是第一个要先 能够透彻了解佛法 否则你怎么讲 讲不出来 所以这个是最快 学法的方式 所以红法是最快 深入 体解大道的方式 启行之根本 修行 你要开始做 我们有一个居士说 师父 哎呀 我每次呢 看到我的 这个同修 他学法学得很好 可是哦 他的生活 我实在是 受不了 受不了 那 那我 我只要看到他 我就受不了 已经快要 不共戴天了 这样 可是我又知道呢 那个学法 学法的人 学佛的人 不可以这样 可是心里面呢 就会 每次看到他 为什么我受不了 我就去想啊 他就想 原来呢 他一直 虽然他现在学佛 可是他看到 这个人 他就一直想 他以前对他多坏 多坏 多坏 就是把以前的事情 就累积嘛 然后还有 他的妈妈 跟他的爸爸 还有他的家人 都对我不好 哎 好像是 会这样 因为我们跟一个人相处 我们会把他的过去 全部累加 好 累加 所以很难呢 真正的重新再来 我说那 那怎么办呢 你就要 你要修 修 慈悲观 七周原始 回向给他 那他就说 哎 那那个怎么修 我说 你现在 就是把所有的人 不管是 你的亲 还是冤 我们把它分类 分类 那分成呢 长辈 就是叫做上亲 好 平辈 叫做中亲 晚辈 叫做下亲 是不是这样 上亲 中亲 下亲 好那这是亲 那还有 冤 冤不是你的冤家 是你的上亲的冤家 还有你的中亲的冤家 还有下亲的冤家 叫做上冤 中冤 下冤 你把这个 所有你身边的 这些人 分成 这几类 亲跟冤 好 那一一的 去回向 很诚恳的回向 好 他说 那要念名字吗 我说 你也可以念名字 如果有的人 你特别特别的 好 苦恼 你就 把他的名字 或者是 观想 他的这个人 好 但是呢 如果你 你把这个人 想出来 然后你自己会心脏病 那先不要想 因为有些人 要想那个 仇人 一想出来 哦 气得要命 他自己都 心就不能平静 所以你 把他观想出来呢 要观想什么 就是 你把功德 回向给对方 他得到快乐的 那个样子 受乐向 他很愉快 好 他很愉快 那如果你能够 慢慢的 一个一个的 去回向 回向 那每天做 每天做 三个月 就会有很显著的效果 结果他就很认真 就开始做 那做做做 做到 他上一次呢 在读书会的时候 他就分享说 真的很有效 因为呢 我看到我的同修 就再也没有那么 就是那个念头不一样 就是我要回向啊 我要回向给谁 这样 就在跟大家分享 结果呢 很妙的是 他的同修 就在现场 他的同修呢 以前哦 就是 如果你讲到 你的家人 然后你最苦恼的人 有时候 这个夫妻一起在现场 会很尴尬 都没讲 有暗示 对不对 可是呢 他同修呢 很可爱 他就跳出来说 像 你要回向 你就可以回向给你同修 大家就在想说 你都不知道 你就是被回向的当事人 就很开心 就一直要辅导大家 说 你真的要回向啊 尤其是有一些人 你特别 特别的头痛啊 譬如说你的同修啊 特别头痛的时候 你就可以回向 那我们这个居士的心里面就 好就想 我就是回向给你啊 你还不知道啊 哎 他真的不知道 他就很开心的 一直教大家怎么回向 所以呢 其实真正生气的人 你在气的不是气那个本人 因为那个本人可能一点都不知道你很气他 有没有 那你不是白气的吗 好 你心里面纠结那么久 你觉得他这个都对你不好 他过去都对你不好 那他如果真的觉得他对你不好的话 他怎么会在你分享这个回向的时候 跳出来帮你解释 所以说你看 你看你们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他都不知道他们家有问题 有没有 还要帮忙解释说 我太太讲的意思 就是那个那个的 其实他不知道 他太太的最苦恼的对象就是他 这样 所以呢 那自从这件事情呢 他太太就说 师父我知道了 我气也是白气 我已经不要再让自己那么痛苦了 原来他一点概念都没有 他不知道我这么的过不去 所以过不去是我们自己 但是当我愿意 把这个佛法拿来啊 这个慈悲观里面呢 有回向 回向 回向到每一个众生呢 你是不是要把这个最殊胜的这种慈悲的心 送给对方 所以呢 这叫做法的不失 那当我实际上这样子去观想 光是想而已哦 他已经会改变我们的行为 他这个回向到现在 他们相处的方式一定有改变 否则不会还这么开心的一起去参加这个读书会 还一起参加 而且还很开心的一直在分享 他一定觉得说 他太太现在变得很慈悲啊 变得怎么样 可是从头到尾也不知道人家在气什么 有没有 少了好几根筋 那事实上也真的没什么好气的 老实讲是这样 只是我们自己心结解不开 那要说要放下还真的是放不下 所以需要有一个媒介 一个工具让我们开始实践 所以叫体型之根本 佛法是一个工具 引发我们新的好的心念 好的心念 所以佛法里面的教教布施 他其实是自立 不是哎呀那个人啊多可怜 你一定要去救度他 不是 菩萨发心的是因为我自己的心 有千滩我要透过布施 把自己的这个千滩的障碍舍掉 如果你能够呢 舍除千滩 你对一切众生呢 就不会有障碍 所以他这个叫体型的根本 入圣道的接见 阶梯 所以我们要懂佛法 其实佛法是一种工具 月苦海之金粮啊 所以古德说此经中啊 就是就说什么 人以宏道 都去赞叹宏法的功德啊 那为什么 因为佛法的功德效应 会改变一个人的 基本的行为模式 跟他的价值观 所以呢 比财布施还要殊胜 比财布施还要殊胜 好那 那法布施有十种功德 有十种功德 第一个 慈悲安悟 就是可以让所有的人 看到你都很欢喜 悟就是 所有的悟类 不管是胎生转生 施生化生 因为你在修法的人 你会得到大众的一种 护持跟恭敬 以前有一个 牛头法荣禅师 这个法荣禅师啊 他住在山里 结果有一天呢 他的师父 就是四祖 就远远的看了一座山 是道姓 那座山 出现了这个紫色的霞光 他就跟他的弟子讲啊 他说 红人啊 你看看那个山哦 还有霞光 那结果那个人呢 一看说 嗯 真的有霞光 同样在修行的人 你会看到那个整个 不一样的地气 那如果一般没有修行 什么光在哪里 就没看到 是不是 所以那个山脉啊 他本身都有一种灵气 那四祖就说 我要去看看这个人 他就去 到了这个寺庙 那这个寺庙 山脚下有个寺庙 在这个寺庙里面呢 他就问啊 请问呢 你们这个道场里面啊 有没有修行人啊 那这开门的僧人呢 就说 我们道场每个都修行人啊 哪有不是修行人 你在指哪一个 是不是 怎么那么没礼貌 我们每个都修行人啊 那结果呢 四祖就反问他说 那哪一个才是修行人 哪一个才是 他就在想 如果真的要举出一个 什么修行人 还真的举不出来 大家都在修行 可是真的 还没有什么 真正尘气厚的 他说 那师傅 你大概是要找 那个有一个人 住在后山 这后山呢 这个人呢 大家都说他叫懒容 懒惰的懒 懒容 那见到人也不理 也不招呼 然后成天就在那边打坐 但是挺厉害的 每天呢 都有白鸟 咸花 这个鸟呢 都会 这个会 叼着这个花 来供养他 这个鸟都知道 他修得很好 现在拿花来供养他 所以大概 师傅你找的 大概是这个人 是这个人 那的确这个人 已经修到 一个程度的时候 连百兽都能够感受到 这个人的慈悲 是不是 所以慈悲安悟 慈悲安悟 好 第二个呢 义物无息呀 你的利益友情 你不会只是 对某一些人 你是平等的 我们有一个居士 他是吃素 然后他吃素之外 很慈悲 有一次 他就跟他的这个 政商界的朋友 在吃饭 大家都知道他吃素 结果呢 吃着吃着呢 就有那个苍蝇 飞过来 有没有 我们遇到苍蝇 连吃素的人 也是这样啊 你遇到苍蝇会怎样 就一直 把他赶掉 有没有 灰灰灰灰灰 那所有的人呢 就看到他 怎样 他要把这个苍蝇呢 叫他过来 过来这样 拿那个两 两颗这个饭 在那边喂苍蝇 大家看到他说 这个学佛真的学到 连苍蝇都在喂 但是他是出自于 很自然的 他真的就是 那个苍蝇真的听他的话 就不跑了 他就在那个地方 其实反过来想 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 你去喂养他 他反而不会每一盘都去沾 有没有 我们不是要挥他 叫他不要来 叫他不要来 他都要来嘛 所以他每一盘 他都沾到了 好 你去喂他 他反而呢 就集中火力 就在那两颗饭力 所以到底怎样比较好 所以就结果来讲 你喂他比较好 舍小 然后 其他的就可以保护大德 可是我们一般呢 就是不愿意 认为他就是害虫 而且他很不畏生 所以我们就会一直挥他 那这个念头呢 利益他人的念头 其实就是这种 可以让这个慈悲最大化 就是你舍掉了小 可是你却可以照顾大众 照顾大众 所以义务啊 义务 但是当我们想要 跟人产生对立的时候 你可能会因小而失大 你讨厌他 你想要拔除他 因为他是眼中钉嘛 那你放在心里 感觉很乖 那很乖 我通常都是 看他不顺眼 我就很想要攻击他 那对方感受到你的恶意 他也会互相攻击啊 所以你讲他不好 他就去跟别人讲你不好 是不是 那别人要讲他不好 还是要讲你不好 当然因为他在讲的人 一定是他的好朋友 是不是到最后就变成 一群人一起讲你不好 到最后就变成两派 好两派 那这两派呢 就互相伤害 所以越来越怎样 是跟非啊 就越来越混乱 越来越模糊 所以我们要反过来呢 变成 利乐一切友情 而且每一个都是 我们要利益的对象 所以这两个呢 就是一个是慈悲安慕 一个是义务无习 不但是慈悲 而且是无有休息的 没有停止的 那这两个叫做广大心 就是法布施要有什么 第一个叫广大心 第二个要有殊胜第一心 第一心 什么叫殊胜第一心 就是我们要利乐友情 要让他发菩提心 叫做大心 不是只是 你好可怜哦 我给你有吃的 有穿的 不是 我让你安家 不止 所以我真的要利乐他 要让他知道 他是菩萨 他是可以利乐他人的 他不会永远当接受者 他有一天可以当布施者 那这时候呢 叫大心掌养 让一个人呢 提起他的 这个菩提心 他自然而然 就会开始了 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 好 第二个叫究竟条育 就是要 让一切众生呢 发愿成佛 我们常常会问自己 你学佛为了什么 我们帮助别人 又为了什么 如果你只是满足 自己的成就感 那这个叫做小心 是不是 就是为了 要满足自己的 很多人说 做善事啊 就是因为 我想要做一个大善人 大家都说你很棒 可是事实上呢 如果真的要很棒 应该所有得到利益的人 都会成真正的 永远的安乐 所以要到什么时候 才叫做很棒呢 叫做究竟条育 所以金刚经里面 佛陀就说 要广度一切众生 至什么 至无余捏盘 所有的人都要想办法 让他入无余捏盘 这很不容易 所以阶段性第一 要先让大众呢 喜欢学法 喜欢修行 那喜欢修行的之后呢 他开始在学法 就越学越好 越学越好 那学到最后呢 他就学到究竟 就会成就 所以此二级是第一心 所以要用第一心来养 养所有的一切大众 好 第五 叫做法日普照 所以学法了之后呢 越多人学法 这个世界会更好 这是 这个原则上是这样 理论上是这样 好 所以如果呢 诶 有更多的红法的人 有的人说 诶 师傅 这个 有一个居士啊 他说 他说呢 这个 现在那个道场 都企业化经营 都把我们这些小道场 的什么 人员都吸收光光 是不是 经营不善这样 快倒闭了 是 所以呢 他说 诶 现在那个道场 都企业化经营 但是事实上呢 其实不是企业化 只是他组织庞大 组织庞大 比较好 去涉受广大的群众 但是他不会因为组织庞大 而让其他的小道场 失去生存的机会 原则上越多人发心 越多人修法 这会三宝 还有寺庙会越兴盛 应该是这样子啊 但是他不是消长的问题啊 那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 我们会怎样 我们会嫉妒人家 哇 那个道场都发展成这样子 你就会开始讲一些风凉话 什么托拉斯啦 什么 就讲一些有没有 什么爆发户啦 但是呢 这个这种心理呢 是 那个 是 一般人的 世俗人的 见解 好 那 有法师 很会讲法 你如果起嫉妒心 你不是很好笑 是不是 因为讲佛法 不是在比的 我们要 要比 要跟谁比 要跟佛陀比 是不是 你多会讲 你都没有佛陀会讲 佛陀都没有嫉妒我们 他也不怕我们讲坏 还鼓励我们做法师 有没有 就是在环境里面 叫我们每个都要当法师 那每个都要当法师啊 那我们佛陀的最厉害的是 他讲完 大家都正道 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出地 二地 三地 四地 那师父 师父怎么讲 讲得口末横飞 大家也是如如不动 有没有 所以呢 哪有 哪有厉害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 不是 我们要跟佛陀比 要讲 要讲到像佛那么厉害 这个时候呢 你的心就会知道 你应该要怎么朝哪个方向去努力 而不会跟五十步跟一百步在那边比来比去 大家都变成没有长进啊 所以呢 我们说这个就是要法日普照 我们要真正的能够像太阳一样 无所不照 无所不照 所以 我们有时候啊 在这个 很多地方 有结缘 可是毕竟哦 师父一个人 他是很有限的 是不是 好 师父 只有一个人 再怎么 讲 还没有练到那个千百亿化身 对不对 好 所以再怎么讲呢 那个时间也有限 讲的 这个范围 也很有限 好 那能够度的众生 也是很有限 所以要更多的人发心哦 来讲解佛法 来弘法 而且各行各业都有菩萨 好 所以呢 我们说现在我们在招生 有没有 三四我们有一个居士哦 在三八妇女节的时候 讲了一 讲了一个事情 他说 那是一个笑话 他说 那个 五则天 在当五则天之前 去了尼姑庵一趟 去了尼姑庵之后呢 一转身就变五则天 杨贵妃呢 也去了尼姑庵 出来之后就变杨贵妃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就一个结论 凡是一个伟大的女人 必去过尼姑庵 这样 一听好像不错 然后呢 祝大家三八妇女节快乐 对不对 那 然后他就突然之间呢 就发现那个群组里面 没有任何人给他回应啊 然后他就想 糟糕 我忘记 建徽法师在群组里 所以 他就写了一封信哦 就是说 对不起啊 师父 大不敬 我忘记 这个是对师父很不好 这样 好像在嘲笑那个尼姑 对不对 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当尼姑也当很久了 常常给人家这样讲 第二件事情呢 我就说 现在正在招生 那我就说 其实这件事情 无可厚非 那以我们这种专业的来讲 那个进来之后呢 会被退货的 会还属的 都是劣质品 就是那个道心不是很稳固 修不下去 那你看 修不下去都可以变那么厉害 那个修得下去的还得了 是不是 所以呢 还在安理的 一定不得了 对不对 所以呢 鼓励大家呢 赶快进来 这样 我说 其实你不要挂爱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 对不对 表示呢 修行不是坏事 不是很可怜 那 不妨碍进来看看 对不对 那 为什么 因为呢 如果你真正要专修 你要红法 是不是要经过师资培训 不用培训吗 那个 随便你知道两句 就可以出去乱讲 开一个店讲 不行 所以呢 你真正要担任法师啊 都要经过严格的培训 是不是 要如法受戒 如法的教学 如法的学习 所以要在道场锻炼磨炼 否则呢 你讲出去了 就歪掉了 是不是 一忙引众忙 所以我们说要法日普照呢 要确定这个 这些是太阳 不能 不能这个 没有学好 出来招摇撞骗 这是很危险 所以我们既然是这样 我们就要怎样 要发心 把自己栽培好 所以要成为专业的 那就来出家 学法 那你如果要从 part time的 那你就好好的当 在家菩萨 所以各有各的 发心都非常殊胜 好 所以这是第五个 第六 等 劝 修善 平等 平等 劝大众 说法的目的 就是要劝大众 舍掉 自己的执着 起善的念头 所以这个叫常 常心什么意思 就是常常久久 然后平常 随时随地都能够 不忘自己的出发心 常爱众生同于己故 名为平等 好 第七呢 心境无碍 就是不颠倒 就是当我们在 法布施的时候 你的心是不颠倒的 好 再来是果 是果 宝主 叫做商主 就是这个果报啊 就是宝藏 主就是这个沙洲 聚集 宝物聚集之处 是什么地方 就是佛陀的净土嘛 叫佛所 好 那其实真正的宝呢 就是菩提捏盘 就佛果 好 第九呢 万恨之因啊 所有的修行的依据就是 就是这个佛法 就是佛法 那这个是我们呢 这个要知道 这法师有这些内容 再来最后呢 叫增长不坏 互念一切的大众 那让大家都能够发菩提心 好 所以这个就是十种法师的意义跟功德 好 那有了这个法师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回向啊 是不是 要修一切的法 好 那修一切法之后呢 就有功德 所以要如是回向 好 第一 愿得修习成就增长 是不是 有三个 三个动作 第一个叫做修 修了之后要练习 我们要常常修行 但是我们偶尔去打个禅气 哇 七天修得好认真哦 有没有 修了七天呢 就会小有成就 你在修行上呢 你会觉得感觉很踏实 好 那法师呢 是每天都想打禅气 每天都在修行 所以对大众来讲呢 我们来上课哦 有来上就不错了 有在修了 可是 对于法师来讲 他每天都在修行 不能落掉一天 是不是 所以各位 两个礼拜来上一次课 跟每天每天都在上课 是不是不一样 那所以修要练习 学而实习之 所以每天要做功课 我们听课是一种功课 但是诵经又是另外一种 诵经让佛陀直接为我们授课 好 那诵经呢 还不够 还要怎样 还要意念佛陀的教法 要背经 要背经 所以像我们这个利玉 他最近就在背华烟经 来诵经 诵到能够背诵 也许你没有办法全部背诵 但是你可以择药背之 你觉得特别有体会的那几句 把它背起来 所以慢慢慢慢 我的心就会发现 这几句就开始成为 我们的修行的指标 那你就会一直一直 一直的去练习 练习 所以譬如说 我们说自贵依佛 当愿众生 要提解大道 是不是 提解大道 自归一生 当愿众生 要同理大众 是不是 同理大众 我们在道场呢 当什么 当同理啊 当总干事啊 当干部啊 要同理大众 要怎样 一切无碍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我们在家 我们在自己的工作 在自己的社会的 这个组织当中 也都要同理大众啊 怎么样能够同理大众 到一切无碍 是不是 要练习 所以修习 然后呢 修了之后 慢慢慢慢就会成就 你就会发现效果 我慢慢用这种心 这种菩萨的心 华严经的心 去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慢慢就会有成就 成就 好那有成就之后呢 你在家里可以有成就 带动大众一起来用功 来学法 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 而且呢 大家都可以当菩萨 好那 那然后呢 就要增长嘛 是不是 不但是要成就 有了效果之后 还要让这个成就扩大 扩大 叫做增长 增长到什么程度 广大 无碍 一切境界 好 要有广大 无碍 所以这就是 就是我们要 继续继续的保持 好 那修行 其实就一直练习 然后一直发愿 好 再来 愿得于佛 正教之中 乃至听闻 一句一记 受此言说 好 我们要 记得 佛法啦 好 如果你的脑容量 是有限的 是不是 每个人 脑容量 可能都有限 对不对 那你就记得 不要去把脑 那么有限的脑容量 去记那些 有的没的 是不是 为什么我们脑容量 那么小 没人听佛法 好快就忘记 有没有 因为你都拿去记什么 好 我们自己想想看 我们讲什么 讲得最清楚 好 就讲人家的过失 讲得最清楚 所以 所以我们的脑容量 跑去记人家 那些 八卦 有没有 那你记那八卦干什么 他说师傅 我很会唱 江会的歌 每一句我都会唱 你看脑容量放错了 你都没有拿去记那个 华言字母 有没有 是不是 华言字母 我听不懂啊 是不是 那我们就知道 你看 为什么你会放 没有办法用这个 就是用正确的方法 去充填你的头脑呢 为什么 因为呢 你就先遇到江会 先爱上他 而不是先遇到佛陀嘛 是不是 所以你要先遇到佛陀 那佛法充满在我们的心当中 你就不只是受此一句一记了 但是呢 至少我们说 我们发愿嘛 一句一句把它记起来 好 愿得意念与法界等 无量无边一切世界 去来现在一切诸佛 是不是 好 那我还要记得佛的名字 现在我们记得几个了 至少记得释迦牟尼佛嘛 好 阿弥陀佛 对不对 好 还有呢 药师佛 好 那你 那个从头到尾只记得这三尊 你不会觉得很对不起 佛陀吗 好 佛陀介绍了好多好多佛 对不对 好 但是问题是 那你记得那些佛干什么 有很多人会背那个 那个 我们皇帝的名词 有没有 因为我们以前历史 历史课本不是要叫我们 都要背 谁谁谁做了什么 谁谁谁做了什么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悲哀 我们身为中国人 我们就要一直记中国的历史 有没有 下辈子跑去做美国人 美国也是要记他们的历史 然后又跑去欧洲 又要记欧洲的历史 那你有没有办法到佛 佛陀的净土 然后都记得佛陀所有的 这个世界上有哪些佛 那是不是很殊胜 但是你记得那么多的佛做什么 你记得那么多佛做什么 上次有看到一个小朋友 他才三岁 三岁呢 他对他呢 他最喜欢那个Thomas的那个火车 他就把他的所有的火车 通通搬出来 告诉我这个是什么牌 什么做什么的 Thomas 什么Thomas 原来他还有很多种不同的名词 他都记得好清楚 所以他现在这个时候呢 是记性最好的时候 你不要把他 让他去记那个拉比小新 也不要去记那个海绵包包 也不要去记Thomas 对不对 他应该拿一本万佛 让他记一下 对不对 他就念那个万佛的名字 记佛陀的名字啊 那记得这些名字呢 要做什么 他下面就讲哦 记意念乙 你不但要知道他的名字 还要知道他做够什么事情 就是像我们对佛陀的 一生很熟悉 然后佛陀也常常讲 往昔无数节前 谁谁谁做了什么事情 为我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他讲啊 意念往昔无数恒河沙节 然登佛为我受记 有没有 然登佛为释迦摩尼佛受记 这件事情如果他忘记 他就不会成佛 有没有 为什么 来各位 你有没有记得 谁帮你受过记 所以为什么不修行不成佛 因为你根本就忘记 真的吗 师父 有谁跟我受过记吗 是不是 我们只去问人家前世今生 你都没有去问说 请问 是不是久远节前 是不是有 有哪尊佛有跟我受记 你要问这个 你不要去问说 你去过去生世欠了谁什么 那个都不用问了 不用问就知道很多了 但是呢 你要问什么 问我有没有曾经发过那个大愿 怎么有发过大愿 现在是怎么搞的 怎么忘记 这件事情很严重 因为他因为我们的忘记 会让我们没有归对 有没有 观世音菩萨呢 他说 无数恒河沙节前 有一尊佛叫做观世音 彼佛 我与彼佛发菩提心 有没有 是不是 彼佛教我从文师修入三摩地 是不是 好 请问 如果他忘记 他怎么办 无数恒河沙节 哦 疏忽 我连上礼拜的都忘记了 我怎么会记得 无数恒河沙节 是不是 的确 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的心拿去记 重要的事情 我们的心都去装什么 爱恨情仇 那些事情不会让你发菩提心的 你不要记了 不要记了 所以我说 师父 我记性不好怎么办 我说太好了 所有的恩怨情仇都忘记最好 但是你不要忘记 佛陀教你发菩提心 你是佛 是不是 你只要不要忘记这件事情 你生生世世的修行都不会白修 但是你忘记了 你哎 奇怪我过去生 好像有发愿要背什么 经 是不是 所以你这辈子到现在都没有人叫你背 有没有 因为忘记了 而且上次我们不是很感叹吗 有一个居士他遇到了他的师父 所以他来请华严经 我说你为什么要请华严经 他说因为我师父叫我明年开始要念华严经 是不是 要念三百遍 要念三百遍 我说哇哪一个师父这么棒 我师父是菩萨 有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大小眼 怎样大小眼 菩萨叫你念三百遍 你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疑问 一定会念完三百遍 对不对 各位因为师父是凡夫 所以说 哎来哦念一百遍哦 你言一遍都不要还要跟我讨价还价是不是 没空是不是 都会先讲没空 所以你看我们是不是忘记 忘记我们累生累劫 其实是跟佛陀是同路人 如果你记得啊 记意念已 你就会修菩萨行没有疑惑的 本来就要修有什么好疑问 本来就要度众生 不用挣扎 我们都会挣扎 因为我们会想 我干嘛 我没事去度众生 等下被众生度走怎么办 我们自己会害怕 自己度不好 那度不好呢 被人家影响 我自己修行怎么办 所以呢 既意念已行菩萨到修菩萨行 所以你见到那么多佛 我们那个日本的那个居士 他就说啊 他说他有一个朋友 因为跟他一样在日本 听他呢 在讲说 他都这个见到那个师父啊 师父讲课啊 他里面的内容是什么什么什么 听的呢 他的朋友呢 一愣一愣的 那有一天哦 那个师父啊 要去上海 他朋友说 那你可不可以 帮我引荐一下 引荐一下 我也要去 你跟师父说 我是你的朋友 他就问他说 你见师父要做什么 你见师父要做什么 他说 没有我想跟他拍一张合影 你说 他说那就免了 是不是 你见到师父呢 你不是要跟他请法 你是要跟他合影 那就免了 还签名了耶 是不是 那你说 我们见到佛 我们都很渴望见到佛 对不对 那你如果有机会见到佛 你要怎样 你不是要跟他合影 大家去印度 那个菩提树下 做什么 还不是去拍一张照片 就回来了 你有没有去想想看 佛陀当初 在这一棵树下 成佛耶 我们也在这一棵树下 可是我们却只有得到 照片一张 有没有 为什么 你不会觉得不甘心吗 白白都是人 是怎么 他就可以成佛 我就在这边 只有得到一张照片 然后回忆 回来呢 讲说 我有到此一游 是不是 如果我们只想要到此一游 那你不需要见到这么多佛 一定是要怎样 清诚 供养 文法 开悟 修菩萨行 是不是 知道自己的 哦 原来 哦 原来佛陀啊 我们曾经是一起发心 行菩萨道的 啊 现在我怎么流落街头去的 是不是 流浪了啊 所以既意念已要修菩萨行 好 那如果你不记得 可不可以修菩萨行 可以呀 因为 记得 以前曾经发过愿 就要修菩萨行 对不对 因为我承诺过 那你现在只是不记得 不表示 你过去没有发过愿 所以呢 不管记不记得 都行菩萨行 为什么 你行菩萨行 行到最后 你就会发现 啊 原来我本来以前都 都是在做这件事 好 所以 你要知道自己是不是 发过愿 你要做做看 你行菩萨行 越行呢 越觉得 奇怪 这些都好熟悉 有没有 读华严经 读一读 你觉得这个好像我的心愿 好像我的心境 很符合 很相应 那你不要怀疑了 你一定不是普通人 一定不是普通人啊 就发过愿的人 只是你忘记而已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他说又愿以此念佛 善根啊 为一众生 于一世界 进未来节 修菩萨行 有时候我们的发心 可能是为了一个人 比如说我的母亲 有没有 地藏王菩萨 是不是刚开始 是不是为了他的母亲 哎 我妈妈往生的 啊 我要 我很孝顺 我想要度她 是不是 那为了一个母亲 哎 结果发愿 进未来节 修菩萨行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 这是至孝啊 好 但是呢 不只是为了一个众生 还为一切众生 有没有 在一个世界 发心修行 也能够 进法界 虚空界 在一切世界中修行 所以呢 他说 如果你能够为一个众生 那为一切众生 也能够如此 因为我不只是为了 这一生的妈妈嘛 过去生也有妈妈嘛 在过去生 有没有妈妈 有啊 好 那我说 那我不要为我妈妈 我为我孩子 那你过去生 也有孩子 好 所以呢 如果你能够为一个人 而发心修行菩萨道 那一个人只是你的 什么 一个 让 一个启发你的 那个善根 的一个机缘 并不是只有他 只有为了他 所以呢 可以为一众生 也为一切众生 那这样子 我们的心量就广大了 以善方便 一一皆为 进未来节 大事庄严 终无离佛 善知识想 是不是 当我们发菩提心之后呢 你就会常遇诸佛 你就不会离开善知识 是不是 那善知识出现在你面前 做什么 好 那你跟这个佛啊 跟善知识 常常清静 你就不会害怕 有的人很怕 很怕 碰到权威人士 有没有 好 那 其实像师父 不是权威人士 可是有的人就会很害怕 好 什么时候很害怕 吃饭一坐下来 都先跑最远 那个地方坐 我就知道 嗯 他很害怕 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其实是 客气 好 那你 你这么客气 你离远远的 你就没有办法 真正的去谈到什么事情 还在很客套 好 所以呢 我们说 我们要发愿 要跟谁熟 不要跟你的闺蜜熟 你的闺蜜啊 你的知心好友啊 你能够谈心的对象 几乎都在讲烦恼 讲是非 很少有讲佛法的 所以我们要跟谁熟 要跟法师熟 好 要跟 但是如果这个法师都在跟你诉苦 那你不要跟他很熟 是不是 你要跟他说 哎 你是法师呢 哎 怎么变成你在找我诉苦 我还要跟你开导 有没有 这样我会退道心 哎 是不是 哎 你要跟法师熟 要跟佛陀熟 要跟菩萨熟 所以以后要交朋友 要慎选 你要先问他 你有没有发菩提心 你有没有受菩萨戒 我不跟不受菩萨戒的人 相处交往 是不是 因为 因为很危险啊 不发菩提心 不受菩萨戒 他很容易起烦恼 他就一直在烦恼的状态当中 那我们如果心量 还不够广大 心还不够有定力 很容易被拉着走 除非你真的发怨 我打死都不退 要不然我们就要怎样 常见诸佛 现在其前 乌有一佛初心 于是 没有一尊佛 他在弘法的时候 你不去亲近他 是不是 我们要发怨 要恭逢其时 是不是 一切诸佛及诸菩萨 所战所说 清净 犯恨 誓愿修行 悉令圆满 现在做不到 但是我发愿 有一天我要做到 你就会越来越容易做到 一听 菩萨行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你就会越来越做不到 所以呢 佛陀说的这个法 我们就 我现在先接受 我发愿 我有一天我要圆满他 我要做到 好 那哪一些 就是犯恨 其实就是犯恨 好 所有的犯恨呢 都是在 什么 让我们的修行 没有过失 所有的犯恨 就是让自己 清净的功德 好 那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 清净自己的犯恨 好 所以往前倒退 对不对 往前倒退 为什么你现在会遇到佛 然后又要发心学佛 然后又要建立自己的犯恨 其实是因为什么 因为你前面有一个愿 有没有 好 愿什么 愿我要为一切众生而修菩萨行 那你要修菩萨行 是不是你要先行菩萨行 自己是不是要先清净 好 那有了自己的清净 所以你就可以怎样 所以下面就讲 当我们学佛让自己清净之后 你不用去度谁 你自然就有众生得度 就有说服力 好 所以他讲 菩萨摩赫萨若能 为己修行 如是清净犯恨 看起来很自私 看起来自己修行 好像都只有顾到自己修行清净 好 不是 因为你自己能够清净 你一定能够 为一切众生 让众生也发心 修清净行 所以有一个人问说 师傅 我都劝人家 念经 为什么他们都不听 我就问 你念多少经 有没有 所以你自己没有念的时候 你是没有说服力的 好 有一个居士在美国 他就是帮忙推广华严经 那师傅送了一些华严经过去 后他就跟人家推广 都推不出去 这样 就推不出去 然后他就觉得 奇怪怎么会推不出去 结果他的同修呢 就跟他吐槽 他说你当然推不出去 你都跟人家说 没念也没关系 摆着也可以 这样 所以当然推不出去 这不是白色好看呢 好 那你自己就要知道 我们的力量从哪里来 从你自己行了之后得到好处 好 所以刚才那个 那个日本的那个居士 他就说 他去日本 想要学法 然后他就去找这个道场 就遇到了一个法师 他也不知道 这个日本的和尚 日本的法师 他在修什么法 只是他会觉得 他想要亲近 可是呢 他听了 他就问 问这个师傅 说师傅啊 这个喝酒 我们是不是受五戒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那这个喝酒怎么办呢 有时候呢 我这个 是不是要坚持喝酒 不喝酒 不饮酒嘛 好 那 各位你如果问师傅 师傅会说什么 是不是 结果呢 他问了这个师傅 这师傅就说 可以喝 不要醉就好 他一听就逃跑了 他就说 这个不是我要的 所以他就逃跑了 他说怎么会是这样的 那有可能是什么 有可能这个人 他也怎样 他也是 有在喝酒 是不是 有在喝酒 所以你说不罪的标准是什么 有的人说谦卑不罪 有的人说他都不罪 其实一看就知道罪 有没有 那个罪的人 他都已经在说 我没罪 我没罪 他一讲没罪 他就是在罪了 是不是 所以你这标准在哪里 我们没有标准 我们的标准 如果随自己 那就不叫做标准 是不是 那我们的标准就是 佛陀叫做标准 亲近 哪有什么 一点点亲近 是不是 没有程度 亲近就是亲近 不亲近就是不亲近 所以我们去建立自己的亲近恨 其实只是你是希望自己亲近 还是你不希望自己亲近 只是你对于自己亲近犯恨的选择跟坚持 与他人无关 所以你要选择持戒或不持戒 与他人无关 很多人都会把自己不能持戒 归咎于因为他人 是不是 别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别人不会破坏你要亲近的选择 好 所以呢 当我们能够坚持自己的亲近的时候 你一定可以让别人肯定亲近 当你自己都没有办法亲近 你怎么可以要求别人亲近呢 一定不可能嘛 是不是 所以呢 另一切众生皆得安住 另一切众生皆得开晓 能够明白另一切众生皆得成就 所以所有的度众生影响他人 都要先从自己建立犯恨开始 你才有力量 对 好 那这是我们先介绍到这边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来看后面的部分 好 来 我们来看 就是他在这个地方讲到 菩萨摩赫萨 修亲近犯恨 则能令一切众生皆得安住 所以有些人说 那我都没有为众生做什么 为什么众生就会得到安住 是不是 有时候我们说 我也 我好像也没有去实际上做什么 很多人会说 佛教都 也没有在做一些社会公益呀 有没有 不如呢 应该要怎样 要做慈善 要么你就是开老人院呀 要不然就是开幼儿园呀 要不然你就要做医院呀 是不是 那这一些的确就是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 那你只是在那边打坐 修行 你就可以帮助这个社会 而且呢 你还要怎样 法师还要人家供养你 有没有 所以有的人会说 师父你们要不要做一点生意 要不然这样一直靠人家供养是 这是很危险的 是不是 是不是很危险 就是不稳定嘛 但是事实上呢 其实这个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 真正的了解佛法 因为他佛法的力量 是一种亲近的力量 他亲近的力量从哪里来 亲近的力量 从你对于你自己的内心的亲近 有非常深刻的肯定 这时候你对自己的亲近的心啊 很肯定的时候你就会有力量 你没有办法很肯定你自己 修行的功德 那力量显不出来 所以上次讲了 我们过年有一个居士 他爸爸住家户病房 那他就请求大家给他回向 那每次呢 遇到这种 我们这种回向 我们其实就会 就会担心 因为很多人 他会在这种紧要关头 他希望师父来为他做回向 那我就会很害怕啊 如果回向没有用怎么办 有没有 所以呢 像上一次那个 有一个小朋友 他突然不明原因 炉内出血 然后他就 他妈妈就说 师父 我那个小朋友 现在在那边 才四个月 他很危险 所以师父 你可不可以帮他念佛 如果菩萨真的要带他走的话 也要请师父帮他念佛 那我们就 什么方法都没有 赶快帮他回向嘛 那回向完呢 也不敢讲 也不敢问 是不是 你怎么能打去说 啊现在是死是活 是不是有点担心 说到底会怎么样 因为一般人总是会不喜欢 不好的事情发生 那结果到晚上呢 我们有一个居士啊 就打电话去问 已经脱离险境 我们就 松一口气 然后就赶快去跟他说 我们有帮你回向 就是 到好了才敢讲 那 这件事情呢 就会知道说 我们其实也没有很肯定 自己能不能够 影响人 影响人的业障 影响人的业障 就是他会不会业障大到 那个障碍大到呢 诶 是 修行的力量是 没办法超越的 还是你相信 修行 他可以超越 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 所以其实碰到这些障碍 我们会退转 是因为自己没有 足够的信心 我们没有退转 是因为我们相信 修行会让我们超越 所以归根结底 还是回到你自己的 对于修行的肯定与否 所以他讲 另一切众生皆得清净 另一切众生皆得无垢 另一切众生皆得照明 另一切众生离诸 尘染等等等等 这一些呢 都是我们希望 广大的众生 大家都能够无灾无难 这是非常好的愿 可是问题是 现在这个时代呢 你看到的几乎都是灾难不停 灾难不停 所以我们要从哪里 开始来清净这个世界呢 一定要先从建立自己的犯恨开始 所以他就讲 何以故 何以故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菩萨摩赫萨 至于犯恨不能清净 不能令他而得清净 这是真的 你就没有说服力 所以你自己都不快乐 不开心 你怎么有办法叫人家开心 你每天都烦烦恼恼的 你当然爱你的人 也会放不下 所以至于犯恨而有退转 我们的越修越回去 越修越没力 你一定不可能劝得动大家 叫大家不要退转哦 是不是 所以有的人就会说 各位 好好保重 我要退转了 这样 这个就是老鼠屎 对不对 因为退转不要讲 就像我们教大家 受戒的时候 你如果做不到 你不要大声的回答 你就不要回答 做不到是现在做不到 不表示你未来做不到 可是你现在呢 就已经信誓旦旦说 我绝对做不到 你其实是已经不给自己机会 帮自己宣判死刑 所以你就先放着 站按不表 但是你能做到的 一定还有 所以受菩萨戒呢 就是这样 有一个人说 师父 我可不可以来舍戒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他看一看 里面有两条 他做不到 我说那你怎么不看 其他你都做得到 你说 可是他说 怎么看怎么看 每一条几乎都做不到 我说那一定还有一条 做得到 如果一条做不到 里面有一句你做得到 就可以受菩萨戒 是不是 只要有一句 那基本上呢 菩萨戒 受跟不受都不会影响 你是不是菩萨这件事情 但是受了之后 你会更肯定说 我真的已经有菩萨戒 行菩萨道的这个 所以我们自己去肯定 但是如果从过去 累生累劫以来 我们都有曾经发过 大愿这件事情来看 我们早就受了菩萨戒 因为他的效力叫做 敬畏来济 有没有 敬畏来济就是 我们在久远以前呢 曾经在某一世去受了 菩萨戒 以后 全部通通通都有效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一生 又会遇到佛法 一定跟我们过去 累生累劫的愿力有关系 只是我们忘记 还有做得不够好 做得不好 这是我们有努力的空间 但是不是就放弃了 所以呢 他说不要退转啊 自己不要退转 为什么 因为我们退到最后呢 你还是得要重新 再面对你的 这个累生累劫 所成就的这个愿 只是退转看起来 好像是放弃了 其实你是放弃不掉的 所以呢 至于犯恨有失坏 有失坏 可能我们会退失 或者是过失 破坏犯恨 那当然自己的犯恨 不清静的时候怎么办 所以我们有一个 忏悔法门 是不是 那这个忏悔呢 就有几种忏悔 第一个就是 你找一个 你觉得很清静的人 你跟他忏悔 对手忏 我跟一个人讲 所以很多人 听到这件事情 就说 师父我可不可以 跟你讲 我说 那你去跟佛讲 比较好 因为这叫告解 有没有 但是因为呢 我们大部分的人 听别人 讲不好的事情 听了会 对这个人 有想法 会有印象 会有不好的想法 凡夫就是这样子 你说会有成见 所以呢 我们说真正你要确定 对方是阿罗汉 菩萨 你就可以跟他说 所有的不堪的秘密 没有问题 不用担心 可是现在这个时候呢 哇 很难啊 所以第二种呢 你可以在佛前忏悔 但是忏悔要忏到有感应 不是说 我就拜一拜 哭一哭 就没事了 不是 忏到取向忏 就是要有向好 要有感应 哇 对手忏 找不到一个手 就是那个头啦 找不到一个对象 取向忏 又忏不出感应 所以怎么办 还好 还有第三 叫做做法忏 什么叫做法忏 就是 我们在道场 依据佛陀的规则 离请清净持戒的法师 然后呢 我们举办了一个 如法的仪式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是依法而忏 这样子的忏悔 效果非常好 所以既然要忏 就要三种嘛 那为什么说 这三种 每一种都好 因为忏悔的目的 要让自己清净啊 不是有忏而已啊 所以要对手忏 取向忏 或者是做法忏 那我们只要到场有法会 你就去忏悔 就效果都很好 所以是这样子呢 我们就会恢复我们的犯恨 犯恨 所以至于犯恨而有失坏 不能令他无有失坏 就有很多人不喜欢去参加法会 觉得法会 哎呀好吵啊 很多人啊 其实那都跟你无关 是不是 我们就大家一起各参各得啊 好 就是说哎 在斗场当中 大家遵守这个佛法的一个仪式 然后我们就可以呢 身心啊 清净 好 这是现在啊 最可取的一个方法 最普遍的方法 好 所以呢 自于犯恨而有失坏 不能令他无有失坏 好 那再来 自于犯恨而有远离 不能令他常不远离 所以同样的 我们越修呢 离佛越远 那当然就会 身边就越没有人 愿意跟着你修行 所以要越学越近 越学越近 我们刚开始 就看到很多人都是 前面啊 每天每天每天 都会出现在道场 然后每天每天都用功 对不对 然后呢 两年啊 三年啊 有的人的效力更短 两个月啊 三个月啊 然后开始呢 就一三五 然后二四六 偶尔出现 然后慢慢慢慢 又该更短了之后呢 就一个月 可能见不到两三次 甚至于呢 到后来啊 好久好久 在看到这个人 哇 好久不见 是不是 好久不见 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那越来越远 不是因为你越来越忙 其实不是越来越忙 是因为你的 这个修行啊 你越来越没有迫切感 这个才是真正的危机 如果很多人就说 没有啦 师傅 我没有来 可是我都有在用功 其实听一听啊 就知道这个没在用功 因为你有没有用功 你的身口意 一定不一样 看得出来的 是不是 那只是说 那个心啊 离得远了之后 你对于自己的要求 就会降低 降低之后呢 你就会觉得 偶尔我有念个佛啊 我也有看个经啊 我也有在看网路啊 其实这个都是非常远的 已经非常远 因为你要修犯恨 这个犯恨是随时随地 身口意都要保持清静 是百分之百的标准 依照这个标准 我们都太远 是不是 所以呢 那已经这么远了 我们还没有警觉心 那就更糟糕 是不是 更糟糕 所以我们说 这个要远离啊 什么远离 要远离一切的烦恼 而不是远离犯恨 因为我们的心 一旦离开到业 业障就来 那个业力啊 一直卷 所以呢 这个是有什么 有这个违迹意识 一定不能离佛太远 好 至于犯恨而有懈怠 不能令他不生懈怠 同样的 我们会怎样 会想要松懈一下 因为怎么修 还不是就那个样子 确定吗 不是哦 你如果一直觉得 修行有瓶颈 那是因为修得不够认真 所以都会卡住 不是这样子 修得不够 量不够 所以量要更多 他就会跨过去 跨过去 至于犯恨不生性解 不能令他心生性解 好 至于犯恨而不安住 不能令他而得安住 至于犯恨而不振入 不能令他心得振入 至于犯恨而有 而有放舍 不能令他而不放舍 同样的 其实修行这件事情 是最值得做的投资 他是倒吃甘蔗 前面辛苦 但是当我们一旦呢 抓到一点药领 入门 后面就会越走越快 那个进步神速 前面呢 在那边 调啊 在那边整理啊 在那边跟自己的 无名习气啊 烦恼在那边对抗啊 其实是花很长的时间 在调整身心 但是一旦调好了 啊 进到这个修行的 这个鬼则 已经抓到药领了 你会进步很快 好 所以就 就要退不退的 这个时候呢 啊 如果我们有一点 善知识 或一个团体 啊 或者有一点 啊 这个其他的师兄啊 能够帮你加加油 打打气 撑着就过去了 好 但是就怕 在这个时候没有 好 怕的时候就是 就是没有这个因缘 所以呢 哎 这时候呢 菩萨就很重要 好 修行刚开始 善知识很重要 修到后来 你自己 修行 你有 药领了之后 有没有善知识 都不会影响你修行 这时候 你就可以 怎样 好 可以独立修行 那独立修行呢 还可以同时怎样 好 再成为别人的善知识 好 所以它是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规则 好 那至于犯恨 而不正入 而有放舍 而有善动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道业 要先立于不败之地 何以故 菩萨摩赫萨著 无道行 说无道法 所言诚实 如说修行 好 所以呢 哎 我们没有颠倒的时候 身口意都是 有指标的 有指标 什么指标 你的身口意 离诸杂染 说出一些 有道理的话 所以有些人 哎 有时候呢 说话 讲那个 那个语言 是不清净的 那如果不清净呢 你就会招来是非 好 所以呢 哎 我们要让自己的身口意啊 要清净 好 那 我们的行呢 自然而然 它就会灭除一切障碍 好 菩萨摩赫萨自得清净心 为他演说 清净心的法 自修和忍 什么叫和忍 和叫做和和 柔和 和和无真 跟大众在一起呢 能够相处 所以我们僧团啊 叫做六和静 很多人会好奇啊 哎 师父 到场啊 出家之后呢 过的生活 他是以什么标准 以什么规则 你怎么带领你的团队 那我们就依据佛陀教导的六和静 第一 大家住在一起 叫做深和同住 所以上一次的那个利誉问说 出家可不可以自己住 不可以 要住在一起 大家一起住 深和同住啊 同一个道场 只是在到这个道场里面 我们还是有自己的空间啊 所以 其实真正的自己的空间呢 是我们的内心 身体啊 就是住 跟大家住在一起 做什么 因为生活习惯不一样 大家共住啊 就会开始发现我值 我值出现呢 太好了 修行的机会开始了 所以要放下我值呢 深和同住最快 最快 好 第二个呢 口和无争 在讨论 跟在争论 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呢 哎 有自己的看法 但是也要能够尊重他人的看法 好 这时候 你就会 彼此之间就是有一个空间 好 就可以达成共识 可是如果各指几件 是不合的 各讲各的 所以呢 这是深跟口啊 然后第三个叫意 你的意念觉得 哇 大众勋修 西圣境 真殊胜 很难得 好 叫意和同月 好 每天都很 很开心 好 可以跟大众一起共修 好 叫意和同月 好 好 深口意啊 好 见和同结 我们都有共同的目标 好 修行就要 就要找到同餐道友 要志同道合 啊 我们都很肯定菩萨行 好 很肯定华严经 好 每次听到人家说 这华严经有多殊胜 哦 听得都很开心 好 好 不是因为啊 不是因为啊 我在推广华严经 你看我多了不起 不是 是因为当你喜欢华严经 喜欢 好 菩萨的心 你的心一定就开始在发菩提心 好 那这个世界上有多一个菩萨 我们都开心得不得了 因为我们的团队 好 就是需要怎样 越多人越好 好 越多人越好 那 诶 这个就像上一次 我们那个 大年初一的时候 我们那个师父啊 临时就要出家 要提前出家 大年初一其实都找不到 是找不到人来帮他剃度啊 因为我们剃度要三个师父啊 是不是 那三个呢 不是三个法师就好了 三个出家 12年以上的才可以啊 哇 那出家呢 这个老资格 我们就打电话问了好几个法师 每个法师都有药物在身 因为那过年都各自的道场都有很忙嘛 有行程 好 那最后呢 诶 我们道场有两个法师 再加一个呢 刚好那个我们出家的那个师父 的妈妈也出家 他出家15年 刚刚好 所以呢 请他妈妈来帮当他的那个剃度三师之一 好 结果呢 哇 这个大年初一呢 就很热闹啊 应该开开心心 好 哇 哇 他的亲友团哦 每个那个眼睛都是肿的 好 就是说 怎么 这个大年初一这样子 人家会以为你是去哪里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每个法师呢 都很开心 所以呢 就很好笑 这出家的每个笑得很开心 在家的每个都哭得很难过 你说这件事情应该是好事 有人要出家 然后应该是好事 所以当时呢 佛陀就讲 那个佛陀要成道 或者是要出家的时候呢 魔攻震动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有地形罗刹 有空形罗刹 就会一个传一个 一个传一个 他们是传令兵啊 说哇 有人要出家了 有人要出家了 就一直宣传宣传 宣传到整个世界 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情 好 那这件事情应该叫普天同情 竟然呢 哇 那个每个人的眼睛都这样肿着 好 然后呢 非常有一种不解的眼光 一直看着师父 好 就来说 是谁 好 把他拐来了 好 那 那是 哎 这件事情呢 就很妙 好 那为什么要 要大家一起修行啊 好 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见解 是不是 见解 要怎样 希望一切众生 都能够行菩萨道 好 那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好 所以我们大家呢 聚在一起共同做这件事情 好 叫见和同解 好 然后义和同月 是愉悦的 好 也很愉悦 好 再来呢 好 利和同君 所有的供养 全部都是大众一起 好 所以 各位 你的发心呢 是平均 每个法师都会用到 你的发心啊 就会让所有的一切的 道场当中 受用的法师 功德回向 所以这个普通供养的功德最大 好 那有的人说 不行 师父 我只认识你 我只想供养你 那你 那你很笨 好 因为呢 你只有供养一个师父 就一个功德 是不是 那你说 没有指定哦 好 我所有的法师呢 好 都要供养 你只供养一百块 好 那你就会有 一百个法师的功德 这道场有多少的法师 这法师的修行 就有多少的功德 可是你是想 嗯 那一百块呢 平均一个人 也不过一块呀 好 是不是 就光是那一块 你就不得了了 舍一得万报 是不是 但是呢 贵在哪里 贵在你的平等心 好 所以 立和同君 好 立和同君 好 再来呢 还要什么 戒 要持戒 因为戒是共同的规范 共住规约 几点起床 就是几点起床 好 几点睡觉 就是几点睡觉 我们要遵守规矩 好 要不然呢 我们自己在家 通常都怎样 睡到自然醒 有没有 退休之后的生活 叫睡到自然醒 也没有一定要几点醒 好 那 如果通常呢 四点就醒的 那是因为他老了 睡不着 好 是不是 所以 我们呢 其实 就知道 其实你并不是适合或不适合 只是你如果要修行 这些规则都不会绑住你 如果不要修行 我们什么习惯都会出来障碍 所以要怎样 六合径 六合径 这六条不是拿来约束我们 是要来磨练掉我们的我值 让我们成为一个和 可以跟大众和和的人 好 是不是 和要不要忍 要 要安忍一切的境界 所以 和忍的人啊 是有力大人 佛陀说 真正厉害的 不是你去跟人家 这边 斗争 然后呢 看比大声的 不是 是真正能够什么境界来都是和和以对 安忍其中 这是真正有力大人 为什么 因为你能够调伏你的内心 你忍不住呢 就大声小声 那也就是你的心啊 你自己都控制不了 所以没有办法调伏 所以当我们能够调伏自己 你就可以调伏他人 就调伏他人 自离以悔 意令他人 永离以悔 你这生性不疑 不会担心 自得尽性 意令他的不坏尽性 自助正法 意令众生 安住正法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 一定要先从自己做起 好 然后 要自己做起呢 菩萨摩赫萨 负以法师所生善根 如是回向 我们这样做到了之后 开始就有力量 有功德了啊 好 那 我有功德还要怎样 赶快再继续回向 所以说 愿我获得一切诸佛 无尽法门 普慰众生分别解说 就发愿自己要成为一个好的法师 好的法师呢 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让不懂的人都懂了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让什么 有邪见的人得到了改变 所以你看 吹灭一切外道 议论 就是那个观念不对哦 会羞错 而且有的很厉害啊 很厉害 很厉害什么 很厉害的这个 很有说服力的外道 是不是 有的外道呢 有的外道呢 他用的那个方法 就是什么叫外道 就是心外求法 求感应 求不正法 求写法 这个写法 圣行 那一般人 其实他没有办法分辨呢 有没有 所以一般人没有办法分辨呢 大家都是看什么 看人多 有没有 哇 有名的人去学佛了 可是其实他不是佛 有的人去拜师哦 然后那个师啊 其实是邪师 奇怪 很多人说 师父 你如果说那个谁谁谁是邪师 为什么他那么多信徒 是不是都是这样 那个信徒好多啊 很满呢 有没有 很多人 那你如果说你是正法 你怎么没几个信徒 是不是 老师讲是这样 我们是常常会问佛陀说 我们不是正法吗 怎么那就那两三只猫 是不是 那写法呢 哇 不得了哦 那后来呢 我们读到了一种法则 叫做8020法则 你就要自己要知道啊 是不是 金字塔的顶端 那个有智慧的人是几个 是不是 啊大部分的人在干什么 他就是看顶端的人走到哪里 他们就跟就好了 是不是 大部分的人是这样啊 你看六祖大师 他是怎么出来的 他是被排挤耶 是不是 他在这个厨房哦 聪明聪明 他都不知道 五祖已经派功课给大家做了 有没有 好 那我们在六祖谈亲里面 有没有看到那个五祖 有一天叫大家 他的门人 常常都是 一千以上 一千多个人 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 跟着六祖 五祖在听法 对不对 五祖是不是有一天就叫大家说 哎 来 大家已经修行 修一段时间了 每一个人写一个功课 是不是 交个心得上来 什么心得 好 是不是写一个祭语 结果呢 里面有谁写 为什么一千个人 只有他写 因为其他 好 其他人说 啊 我还要想 好 想半天 也写不出什么 所以然 好 那不如怎样 这怎么想 也写不过那个教授师 不如就是教授师写得好 他教了 我们以后就跟着他就好了 有没有 是不是就变这样 然后呢 重点是 一个人 如果你这样想 你还不敢 大家都这样想的时候 你就敢了 有没有 所以就有一个人 就在下面造谣啊 我等不需 做计 为什么 因为也是白写的 必是教授师德 是不是 那我们不需 诚心做计 不需要那么辛苦 我们以后就 跟着教授师就对了 是不是 所以大部分的 思维模式就这样 那当你听到 别人这样子鼓动 不要写作业 其他人会觉得怎样 哎呀 刚刚好 身得我心 我也不想写作业 所以全部的人 就一起不写作业 有没有 是不是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 从重都从什么 都是从那个盲目的重啊 是不是 你都不会有一点志气 就是要从那个小重 有没有 所有的人都在轮回 我不轮回 不好意思呢 有没有 好 是 所以呢 哎 有一个不轮回的 那个很怪啊 怪人 是不是 我们都从大众啊 师父 你不是说要随缘吗 谁叫你随那个缘 是不是 所以我们每次都随缘 都随到那个衰的那一边 有没有 随到那个歪的 所以这一忙 随重忙的时候 因为大众都是忙的 忙从的人 你如果还去追随他 还去怀疑因为这个忙而怀疑自己的功德跟坚持 那你也是其中一员啊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要发愿成为一个不忙的人 不要忙从 不要无知 不要自甘堕落 所以愿我能为一切众生 演说三世诸佛发海 我要发愿啊 于一一法生起 一一法义礼 一一法明言 所以各位我们在学华严经 很多人吗 很少人 所以我们要发心 怎样 好好用功 用功呢 深入佛法 那就成为佛陀的一只手 我们要成为佛陀的一只手啊 因为佛陀要有什么 牵手牵眼 对不对 牵手牵眼 那我们 我们禅愿的法师啊 他发起百万华严 百万菩萨 送华严经 有没有 百万菩萨送华严经 一个人发愿送一百部华严经 那一个人送一百部啊 有几个人 到现在来几百个 还不到一千 是不是 那为什么要发愿百万 师父你的心会不会太大了 怎么有可能 百人比较容易嘛 现在已经有了嘛 但是你要百万人耶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看到华严经 你就会知道答案 要能够参加华严法会 你至少要有百万 你才能够有资格参加那个华严法会 有没有 我们要参加的华严法会 不是自己办一个华严法会 我们要参加的是 佛陀举办的华严法会 这才值得参加 你参加我们平常在念的那个 最后就是得到了一尊 结缘品而已啊 是不是 佛像 是不是 可是你如果在佛陀的这个时代 你所成就的功德就不是 只是那一尊佛像 所以呢 愿我能为一切众生 要为一切众生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百万 你就不能说 师父 我有参加了哦 不是有参加就好 你参加之后还要发愿 像丽玉这样子 他一个人 来诵经 他要找一百个人 是不是 所以如果我们一百个人找的 一百个就有一万个 那如果这一万个再去 各自再去找一百个 那就不得了了 这样子的百万就有机会 是不是这样 所以呢 我们 哎呦 师父要找一百个哦 那 后的后面呢 你先找不到没关系 你先自己 是成为第一个嘛 自己那一团的第一个 你自己要先做啊 自己发了愿 自然就有人跟着你跑 所以呢 愿我能为一切众生 眼说三世诸佛法海 于一一法生起 一一法义礼 一一法名言 等等等等 好 目的是 悉得无量无边 无尽法障 让我的佛法能够呢 无量无边 然后 或无所谓 四五位 你不要害怕 度众生不要害怕 是不是 师父 我讲不过他 对 你现在因为害怕 觉得自己一辈子呢 都没有什么长进 也没有什么功德力 也不是很聪明 也不太会赚钱 所以你的力量很有限 但是当我们有一天 我们已经修行到 心想事成 修行到呢 出口都是 四无碍变 变财无碍 你就会 不害怕 是不是 就有说服力 好 那有了说服力做什么 就是当然就是要 让一切众生 大家一起发菩提心啊 好 所以广为众生 分别解说 穷未来记 而无有境 好 那这是 这个是目标 我们要成为佛法的 其中一个 推广佛法的法师 我们要先发愿 好 为欲令一切众生 立胜志愿 出身无碍 无谬失辩 为欲令一切众生 皆甚欢喜 为欲令一切众生 成就一切 静法光明 随其泪因 眼说无断 所以广度一切众生呢 有很多方法 好 但是要先从 让一切众生 愿意开始 好 来开始 好 所以就要发愿 然后发愿 做事念言 我当谱于一切世界 好 所以发愿什么 从现在开始 从此时开始 不管我在哪里 不管我过去修得怎么样 我发愿生生世世 都要精勤修习 有没有 那不是为了自己 是为了广度一切众生 所以不管在这里 还是不在这里 一切世界都有我们修行的身影 好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怎样 把我们的发心啊 可以骗一切处 骗一切处啊 什么叫骗一切处 我们现在是人 我在人道中修行 有一天我到天 天上要不要修行 这时候修行就没有终点 没有终点 有的人的目标 就是我要升天 是不是 那你到天上之后 你就没事做了 因为天是你的终点 如果天是你的终点 你就是把天福消耗尽了 又再回来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叫人天小果 好 如果我们说 我已经到天上了 天上很快乐 寿命很长 福报很大 可是我还要继续修 有些人说 你在忙什么 我们过去呢 可能为了生活而忙碌 事业没有成就 所以我们要拼啊 还没退休啊 所以我们要一直做 一直做 还为了什么 家里有负担 我孩子还没长大 都还需要钱 过去可能是为了这个原因啊 为了糊口啊 可是呢 你可能到一定程度的 已经没有物质上的压力 也没有经济上的负担 这时候你还不妨碍继续啊 为什么 因为心态不一样 心态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在从操就业的时候 那个心态不一样 他会变成菩萨型 所以有人说 这个师父 我以前 这就是在打电话 在工作啊 在打电话 打电话呢 所以他出家之后 我们就想说 这电话行销这么厉害 应该就很会 帮佛佛陀电话行销啊 有没有 所以我们也有很多人 是要打电话啊 要叫他来参加法会啊 叫他来参加上课啊 所以也是要打电话 结果呢 他出家之后呢 他打的电话 每一通都说不要来 这样 他就很沮丧啊 我说 奇怪 你不是以前就很会打电话 他说 是 我以前不得不打 我最痛恨的就是打电话 是不是 我就知道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 他的心态调不过来 是不是 你过去打电话 为了糊口啊 你想尽办法 哦 我那个行销 就是要让对方 买你的单嘛 但是你现在呢 现在没有那个压力 可是却没有那个动力 是不是 你现在打电话 是做一样的事情 可是你的发行 已经是不一样了 你如果还抓不到 自己的发行 你做什么都不会成功 我出家前 最讨厌煮饭 出家后 还要煮饭 当然要煮饭啊 开什么玩笑 是不是 出家前 我就是不喜欢扫厕所 出家后 派去扫厕所 有没有 那你说 因为说 这个是我最不喜欢做的事情 那我常常跟人家说 我出家前 最怕讲话 你看 现在不讲话不行 是不是 就靠这张嘴巴 那你说 我们不喜欢的事情 那个就是你的功课 可是过去做 是不得不做 被业力追着跑 这是你的业 现在呢 要把它转成怨 如果我们当成怨的时候 你就不会有休息的念头 所以我当普于一切世界 普嘛 为诸众生精勤修习 德遍法界 无量自在身 无量广大心 无量清净阴身 无量众会道场 我们要做 要做无量 无量的菩萨行 只要有就做 只要有缘就做 不选择 反正都是 这样也在度众生 那样也在度众生 所以无量 就是这个时候呢 就要做到无量 你的心要无量 好 视为菩萨摩赫萨 以诸善根 而未回向 所以这个等法界呢 就是用无量的心愿 来达到平等 达到平等 目的为令众生 惜得成就一切志 那哪一些众生 就包括一切嘛 一切 好 菩萨摩赫萨 父以善根如是回向 所以如此 你度一切众生 让众生得到 这个一切志 那还要再发愿 所以 未遇见 等法界 无量诸佛 调福 等法界 无量众生 助持 等法界 无量佛叉 正 等法界 无量菩萨 志 所以这个地方呢 已经叫我们 成就什么 成就 佛的平等法界 或等法界 这个等就是平等 成就 无量的 这前面是无量 而且这个无量 是要有质量的无量 就是有品质的 要像佛一样的品质 好 那这样子呢 我们来修这样子的行 他就会一直不断不断的锻炼 锻炼让我们的回向的功德呢 更为殊胜 好 又愿以此善根故 令我得福德平等 智慧平等 力平等 等等的平等 好 诶 修到最后呢 发现原来我们在修一个平等 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 我们在这个社会 所有看到的都不平等 是不是 我们修行 如果还在 你修的比较好 我修的比较不好 表示你还没有 是不是 如果修修修到 大家都是平等的 佛的眼中 菩萨跟众生 是同样平等 可是我们呢 诶 菩萨是菩萨 高高在上 众生是众生 很卑微 所以不平等 因此我们对于所有的 世间的所有的事项 我们都会用不平等的心来论断 那不平等的心呢 其实是因为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心 没有真正正到平等法界 因此我们在修这一切的行的时候 先从差别开始修 先从不平等开始修 先选择自己相应的法 慢慢慢慢修修修修到后来呢 把这个不平等的心放掉了之后呢 你要真正达到圆满 要正到平等 是法平等无有高下 所以这个平等心 其实是最难修的就是平等 因为我们在行菩萨道的过程 你会看到自己的不平等 我们常常都是 这一次这个日本的居士回来啊 他就说他在日本都在看师父的开示啊 然后他就听到呢 这个师父有一次讲说 师父有分别心 我喜欢谁 我喜欢我认识的人 对不对 然后他就想说 那惨了 那这样师父永远都不认识我 不行 我一定要想办法让师父认识 所以他就在Facebook上面呢 就赶快 这个给师父一个讯息 没想到师父竟然会回答这样 他就想太好了 我现在成为师父的入目之兵了 现在师父会开始喜欢我了这样 那喜欢我做什么呢 喜欢我就会度我啊 是不是 那的确是这样 我们真的就是无缘的度不到啊 那有缘为什么能得度 有缘是因为先有好感嘛 你先喜欢听佛法 你才会得到佛法的受用啊 你如果看到佛你就反弹 头痛你根本就听不下去了嘛 所以凡事都要先从好的分别开始 所以好的分别 我听了佛法 哎呀法洗充满 我禅修呢 哇身心清静 我布施呢 结果呢 哇事业飞黄腾达 你有好的感受 你自然就会想要再进一步 是不是 所以一开始呢 都要先从善的因缘开始 逛街善缘 慢慢慢慢到最后呢 哎你的力量比较具足了 我先度好度的 先加强自己的信心 所以有人说 师父 你要记得起人家批评啊 我说现在这个阶段还不行 是不是 我们的人做得那么辛苦了 你还跟我落井下石 我要先有信心立于不败之地 我自然就会很开心 所以我们刚刚出家的时候 最讨厌人家叫我们尼姑 偏偏常常听到很多人叫我们尼姑 气得要命 觉得很窝囊 很委屈 这些人根本真的是好可恶哦 是不是 那个是什么邪见 那事实上呢 那是因为你自己还没有信心 现在呢 听到人家叫我尼姑 不用人家叫 我就说 对我是尼姑 是不是 你已经不在意了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 你为什么出家吗 你知道出家的书胜在哪里 而且呢 你知道你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 你有多少的把握 你有多少的把握 你就不会去在意这些负向的 可是你刚刚开始 你的信心态还不够的时候呢 哎 说一个人要很好的学走路 他是不是要得到很多很多的鼓励 他就会走得更好 如果一开始呢 他就走两步 然后旁边就大人就说 有什么了不起 走两步而已 那他就会没有信心啊 所以他跌倒就被骂 他没有得到鼓励 他就会恐惧 是不是 所以呢 一开始呢 我们刚刚开始就是修行 都要先从建立自己的信心开始 慢慢慢慢 福报具足了 功德具足了 智慧具足了 哎 慢慢呢 哎 这样好的经验多了 然后再去面对 难修的功课 面对这个疑难杂症 你的挫折感才不会那么大 然后呢 大到呢 让你放弃修行 是不是 所以呢 如是等法皆惜圆满嘛 要真正到圆满 就是到最后 连这个挫折感也好呢 或者是成就感也好 通通都不再影响 你要不要修行这件事情 所以 如我所得啊 我如果能够正到平等的法界 那一切众生 你一定就可以广度众生 为什么 因为你对众生的信心 其实是建立在对自己的信心上 所以愿一切众生 亦如是 得 如我无益 也是能够获得这样 如是得嘛 你有得 你有体会 你就会相信 别人也会有这样子的体会 所以这修行呢 到这个阶段呢 已经要登地了 登地他就要把前面所有的 累生累劫的 所有的不平等 一一一回向 回向到最后 气入平等法界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一次上课呢 再把后半段 把它做 做一个总结 然后我们就准备要 登出地了 对不对 欢喜地 好 那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 来回向 我们下午有一个讨论的会 如果能够留下来讨论 非常 非常好 愿我无敌意 无危险 愿我无精神的痛苦 愿我无身体的痛苦 愿我保持快乐 愿我的父母亲 我的导师 亲戚和朋友 我的同修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在这寺院的所有修缠者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在这寺院的 比丘 比丘尼 沙咪 沙咪尼 子 善女人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我们四字句的不施主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我们的护法神 在这寺院的 在这住所的 在这范围的 愿所有的护法神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一切众生 一切活着的众生 一切有形体的众生 一切有名相的众生 一切有身躯的众生 所有圣者 所有非圣者 所有天神 所有人类 所有苦道中的众生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一切众生脱离痛苦 愿他们不失去 以正当途径所获取的一切 愿他们依据 个人所造的因果而受身 上至最高的天众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陆地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意 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 无危险 上至最高的天众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水中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意 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 无危险 上至最高的天众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空中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意 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 无危险 违向功德 愿此功德 众善根 累世冤亲 同战恩 由私解脱 诸苦恼 共振菩提 度有情 至成礼佛三问讯 再问讯 三问讯 向佛一问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